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每人每年吃掉的食品添加物 居然平均重达3.6公斤 当然有一些添加物是必要的 因为必须要用来防腐或是抑菌 以免微生物滋生 不过有些添加物 确实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面对这些美味的代价 到底怎么吃才能够心安 舌尖上的真相您知道多少呢 今天提关点就请专家来揭秘 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 随着天气转粮吃火锅 是很多掏客的首选 不过有些吃起来香醇浓郁的汤底里头 居然隐藏着有80多种的食品添加物 另外有一些夜市的不肖商人 会使用调味酱油来烹煮食材 问题是这酱油根本是化学调和出来的 成本还比一桶矿泉水还要来得便宜呢 本届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专业组长片的首奖作品就深入直击 请看TBS记者林尚云跟柯胜熊的深入报导 原物料东西都上涨吗 我一家餐厅让那么多 本钱可以去买那么多原物料 去熬一锅汤给你喝 吃起来就是比较清甜的口感 当一口汤有近50种化合添加物 海鲜锅是用什么汤底 我们几乎都是本军制的 一定会看良心这个碎书本放多放短 我成本降低 我这样一包的话 我可以熬三大锅的汤底出来 而我不用再花钱去买20公斤的大锅 我们正处在粉饰太平的真假世界 单一的添加物 因为都做过安全性的事业没有问题 可是富方的添加物 到底有没有相成的效果 这是一天的命运 混在一起之后 种族性价层平常 你根本不知道 我想要一个火腿蛋吐司 还有冰鲜奶茶 焦香火腿自自作响 你的一天是加工食品开始的吗 一口咬下满满饱色 饱香秘方 现代人外食打发三餐 晃远来到中午 幼稷超伤 也很赶 然后没有什么时间 就想说简单吃一吃就好了 微波食品标示 全展开 密密麻麻 二十几种合法添加物 又遇到鲜味剂 次黄飘零合甘磷酸二纳 鸟飘零合甘磷酸二纳 常用在高汤 泡面 洋芋片 当中纳盐带出肉的鲜味 鲜度是味精40倍 香菇鲜度更能飙到味精160倍 少少量就能鲜美可口 品质改良剂让会饭粘稠 宛如县煮 为抑制方便保存 必要添加物也保住食安 但无形中 我们试下了多少化合 是阿公阿嬷都不认识的东西 什么鹿角菜胶啦 光泽剂啦 棕榈辣啦 有的没有东西 你的肝脏做出来是要来代谢 这个东西的吗 现在吃一个食物就有几十种东西 是他不认识的东西 所以他当然会增加你的代谢负担 好吃喔 14年加物主要是控制极毒性 确保食品安全 像是我们常吃的香肠 火腿以及腌制物 如果没有加入亚硝酸的话 恐怕会感染肉毒感菌 依法限量才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不过现在为了满足修饰味觉 和美观美味 厂商通常都不会主动减量 非必要的混合多家 民众又该如何确保舌尖上的真相 他们都是你们自己熬的吗还是 因为我们是自己熬的 其实火锅店家 依法必须附上汤底身份证 极度追问过敏源才拿出锅底标示 基本奶香锅 暗藏附方添加物80种 满满一整夜 氨基酸饼超多的 很多化学的 对 阿拉伯胶 这些都没有看过 这是什么 赤黄标磷亥甘磷酸二纳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2 是不是接近 你的汤原来是精炼泡出来的 饭味杂质 要加多少 一米十左右 一米十多 注意 它加的是水 要加水至七分吧 十秒钟清水变高汤 快到连我们都还没看清 我们还没有听完 怎么那么快 想想贴满几时配方的SOP 浓缩汤粉一撒 就是你常喝的火锅汤 算是蛮清爽的 那你觉得说这些火锅 到底是用粉泡的 还是用汤底慢慢熬的 我觉得应该是慢慢熬的吧 因为它吃起来没有那种 就是化学的那种味道 因为通常那种味道 其实民众根本吃不出来 消费者已经完全被指入为盲 所以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他只知道味道比较重 那个比较好喝 尤其是很多家庭 已经从来不开口 小孩子怎么会有话 辨别什么是真实 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汤底标示的部分 汤底标示都在这边 我们就贴在这边给看 提供客人一份 看这样的 城市店家大方放在柜台 工人翻阅 汤底是粉调出来的吗 粉泡的吗 算是我们炒的那种汤底 根据食安法规定 火锅汤底调味添加物 必须全展开标示清楚 悬挂立牌或菜单助记 否则寄出300万罚还 多年前 吉他单位就曾发现 号称蔬果自熬半天 结果厨房根本找不到 等值的大量洋葱苹果 我们这样一包可以泡到 大概几锅 几细细啊 这应该是可以 就一桶大概15000细细 卖几锅啊 卖几锅 我们一锅大概是700细细 来拿到20锅左右吧 连锁火锅店高汤几斤大骨 业务用汤底粉100块 泡出一大桶15000细细 20锅的汤底 如果自己熬煮 20斤大骨 蔬果洋葱熬6小时 汤头才能自然干甜 食材 瓦斯 人力 成本差了14倍 叶得澄清 配粉固定是食安考量 熬太久会有 大家会有重心所顾虑 我现在是熬的啊 差不多 你们用20公斤下去熬 我只用30分大骨下去熬 我一样有熬啊 但是你们用3个小时去熬 我用30分钟去熬 我也是有熬啊 因为没有大骨这个汤 而且我很虚 很假 没有木型的 对的 而且没有那个丰富感 也没有那个油脂出来 来 四五一当天 买五松一 买五松一 两百 三百 两百 等等 这一锅丰富层次的 番茄牛肉汤 来自真宫食料 老板不愿省一食 胜掉健康 我是跟客人讲说 只要我敢吃的你们都可以吃 良心事业 做吃的就是个良心事业啊 目前单方添加物经过严谨 安全测试 但当近800种合法化学添加物 加工食品复方混合 慢慢长长一大串 台湾人口味越吃越重 负担也越重 其实对食品添加物 大家真的是太过于惶恐了 只要是在我们限量的 这个范围里面它就是安全 它一定就是要不得超过这个量 因为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机场 政府标准的适量的话 跟我们一般酒桌外的 家常菜的口味的食物 没有差别 我干嘛要花钱去吃米酒的这些东西 不夸张 狗鸡树菜 是要是强调最正半 还是多吃原型食物分散风险 到底吃多少才可能超标 以低毒性防腐剂极鹅吸酸为例 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 每天容许摄取量ADI是1.5公克 等于他要自己吃掉2.72个8寸蛋糕 或客完每个1公斤的30公分蛋糕卷1.5个 或是燕麦小饼干125个防腐剂才可能超标 问题是目前合法真的完全安全吗 最著名翻盘案是已经进入在 起司 酥皮 奶油的人工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 早期还得到一些 那个技术还得到诺贝尔奖 可是后来经过大规模的流行并且研究 添加100多年之后才发现 它会伤害心血管 然后才被禁掉 眼前可以用的也不代表没有安全 所以这代表说 我们目前食品添加的法规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国际的一些研究变化 英国研究即便合法人工赦素 过量也会引发孩子过动 注意力不集中 有一天证据也计足够的时候 还在不在那边 他还合不合法 如果那个时候才被砍掉 那时候这时候吃的人 那以前吃的不就是倒点 对 就像过去100年吃反式脂肪的人 也都是合法吃的 厂商也都合法添加 那时候死于心脏病人 你要怪谁 关长安食药署前任计证 穿梭各企业各大学 宣导正确食安 推休多年 忧心忡忡 关言书陈勤监察委员 宗通夫 食安选者向宗通夫点出 台湾添加物之重 像是如果经常做一个面包的话 透过食药署的网站 10秒钟就会搜出 174种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这不外乎是让面包更柔软 更蓬松 以及外观更美味 颜色更饱和 这样依然 业者很可能就轻易的找到 更多添加物的使用 学者认为一旦扩大开放 这不是超级食品 那什么才是 行政团队因此延缓 原本5月底公告的 新衣包添加物开放 食安就是急性的 吃了食物中毒 马上送急诊 这个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是你慢性的 要那么多的10年30年的时间 那谁去证明 你是吃了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即便是在法院将来 在生理的时候 你没办法举证吗 我是因为吃了这个东西 然后长期吃多久 然后造成什么疾病 只好消费者要怎么样 要自作 自己要预防 食品安全好 放心迟到老 健保不会早 正向提醒解决方案 当合法化学添加物 越加越重 你想追求的是 精脆加成的人工美味 还是真正健康 难道美食都需要像这样子 粉饰太平吗 身为爱食族 真的很难避免吃到加工食品 但是怎么吃 吃多少对我们的身体 会有很大的妨害呢 真的需要好好来了解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美国医学会的那科医学期刊 刊出了这一份 法国巴黎大学 长达七年的问卷调查 而且调查了追踪 4万5千名45岁以上的成年人 结果显示 超加工食品的摄取量 如果每增加10%的话 死亡风险就会提高14% 真的是非同小可 到底有哪些饮食上的迷思 我们今天好好来请教两位专家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 食安专家闻长安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闻长安 那么再来请教的是 林口长庚 临床读物中心主任 严宗海 严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宗海医师 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 就准备了一些 现在俗称的一些汤底粉 用粉就可以调出 各种口味的汤底 闻老师是不是先帮我们示范一下 我们在桌上可以看到 有三种粉 第一个是麻辣粉 第二是柴鱼粉 第三个是大骨粉 因为现在火锅店越来越多了 火锅店很多的时候 他们的人工费用非常的贵 所以他不可能去煮 去请一个食物 就是说来专门熬高汤 对 在省钱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就开始是用调的 这种调的 我们在科技上 在食品科技上面 我们有一个很新的产物 叫做 5prong四黄漂磷核肝磷酸二钠 这个浅身叫做CMP 这个CMP它有肉的味道 所以被清茶拿来做调味料 很重要的一个调味料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5prong 鸟漂磷核甘磷酸二钠 它本身来讲的话 有香菇的味道 我们把刚刚所讲的 那两个漂磷类的东西 再加上味精的话 它就变成了高鲜味精 然后再从高鲜味精 再去把它 如果要有一点海鲜味的话 我们加了一个叫做 琥珀酸二钠 琥珀酸二钠出来以后 就会有鱼的味道就出来了 这样子在市场上在卖的时候 一包大概来讲一公斤 一公斤它可以放大到一百倍去 所以它可以卖到一百份的量 所以它的成本是非常的低 好 像以这三样来讲好了 对身体会有不好的影响吗 刚刚老师有提到 有一些是富安酸钠 就古安酸钠 它是人工胃精 还有什么GMP INP 其实以我们国家法律来看 其实都是合法可以使用 而且使用上其实都没有上限 不过我想说 以我们最常用的来 就是富安酸钠 其实它后面有根钠 所以其实就我们俗称的味精 其实味精的话 我想很多民众或很多妈妈 都知道说 如果我们在家里火锅 你买那个鸡糖块 有一些富安酸钠 你放多的话 就我们吃完后 我们都会觉得口渴 对 没错 因为它后面就是有个钠 所以其实它含有钠的量 就我们一般盐巴的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 虽然说它合法 可是如果你加多的话 还是重口味 高钠 高钠的话在我们医学上 就会增加一些高血压 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说如果我从医学观点来看 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 我家里的汤底一定不是这样子 我现在说用天然食材也比较好 刚刚研医师在谈 就是说口渴的问题 我们天然的食材 大部分是有机物 有机物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 它吸收得比较慢 所以对人体的损伤会比较慢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市售的高汤粉来讲的话 它大部分是无机物 无机物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它很容易吸水 然后它的分子比较小很容易吸水 它的极性物质比较多很容易吸水 所以因为极性物质多无机物多 这时候分子又小的时候 非常容易吸水 所以非常容易造成口渴 你吸水了以后 这时候到身体里面去 很快进入身体的循环 对身体当然损伤是比较大 我也看过了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像它这种化学的物质 如果说不断的熬煮 其实它的成分相对稳定 但是食材 天然食材 不断的熬煮之后 其实它会产生一些变化 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吗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冬天 我们在吃火锅 有一些恐怕 外面还是会标榜说 我是用那个什么猪大骨 什么大骨 熬了一个晚上十几个小时 所以汤头很鲜美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 其实这种还是要适量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乙有一些金属 像钳的话 它在如果万一进入 一些动物体内的话 其实说在血液中半衰期 是比较短 大概一个月 可是在骨头的话 在人体就高涨25年 所以说如果像动物 如果说我们用骨头 就用骨头的话 其实很容易有一些金属 都在里面 沉结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都说骨头方面的产品 是不适合当作食物 是Born food 是不适合当作食物的 因为里面很容易会有一些金属的残留 是 可是传统都会觉得那个很营养 可以补钙 所以说用大骨熬汤 大骨熬粥 其实在医学上我们都不建议 因为你不晓得说 有没有可能污染到一些金属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 我们这次很常见的一些食品 里头就有很多的添加 比如说超商的这个饭团来讲 三角饭团 大家都很喜欢吃 可是你看光是这个 我们一言一下就 比如说无水醋酸钠 还有什么DL丙胺酸 中链酸酸甘油等等 还有洋芋片 小朋友最喜欢的 就是有刚刚讲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的这两种 是不是请老师继续帮我们来解答一下 到底这些添加物里头 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作用 为什么都一定要添加 增加风味吗 我要讲一下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被训练出来 防腐剂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 所以任何人只要看到防腐剂 丙酸钠 其二细酸钠 本甲酸钠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反感 因为圣虎规定 防腐剂在标示的时候 它要双标示 你本甲酸钠后面还有一个瓜葫 防腐剂 所以大家看到防腐剂的时候 都不会买 可是你现在可以看到 所有的食品 几乎都没有防腐剂 它几乎都没有防腐剂 对 而且现在很多都标榜说 我们无添加防腐剂 对不对 现在的防腐剂 基本上都绝积了 那为什么不会换 它添加的是 不是防腐剂的防腐剂 但是比防腐剂 更防腐剂的防腐剂 这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就叫做 PH的调整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添加物里面 很多酸质 它叫做PH调整器 很多酸质 它就是利用怎么样 PH调整器来控制它细菌的生长 它的压细菌的能力 比防腐剂要更强更好 OK 它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在杀菌 我们杀菌来讲 防腐剂是从细菌外去 抑制细菌 这个来讲的话 它细菌内细菌外都可以杀菌的 我经常建议人家就是说 你在买食品的时候 把那个成分标示 去数那个酸 我都建议人家讲 吃酸要吃三个字以下的 超过三个字以上的话 叫减少购买 好 当然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化学商体之外 居然还有所谓的火锅肉片 也是经过处理 而且也有疑虑吗 怎么说呢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前边走开 好 冬天吃火锅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点双酱牛 或者雪花牛 尤其看到油花分布 均匀的肉类 真的是觉得食指大动 不过您知道吗 2018年的时候 有日本媒体曾经去直击 他们的肉品加工厂 我们从画面上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制作工厂里头 有溶解过后的 一体牛汁跟混合调味料 利用这一部大约是 100口蒸的机器 把牛汁注入普通牛肉里头 就可以制作成 迈向更好的雪花和牛 整个过程只需要 一两分钟的时间 在日本运用这种 注汁技术产出来的牛肉 我们必须要说 其实并不违法的 只是应该要诚实来标注 好 像这样的注汁牛肉 在台湾是不是也有 我们马上就来请教一下老师 这是我们同仁在超市里头 买到的这个牛肉 像这样的牛肉 会不会有可能 就是所谓的注汁牛肉 基本上说起来的话 因为我们国家即将开放 30月龄以上的牛肉进口 我们现在开放的牛肉 都是30月龄以下 对 30月龄以下就是两岁半的牛 两岁半的牛不会有问题的 OK 那两岁半的以上的牛 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淘汰的乳牛 OK 乳牛本身来讲的话 它每天都是吃草 牛一定要吃草才会秘乳 OK 可是它吃草的话 它的肉非常的酸 不好吃 牛每天早上的话 它命乳一次 傍晚命乳一次 它每天都要被挤奶 然后它长时间的怀孕 所以牛 乳牛来讲的话 因为长时间的被焯得 非常的厉害 所以它的肉就是非常的酸 非常的干 非常的疤 非常硬 非常老 非常难吃 这种牛肉是卖不出去的 它就叫做30月底以上的肉 这种肉你要卖出去的话 透过食品加工的技术 可以把它变成酸酱 和牛 雪花 这种非常漂亮 刚刚影片里面所显现出来的 那个就是猪死牛肉的加工方法 所谓猪死牛肉怎么样 就是我先把前一桶牛的牛油 先拿出来融化掉 融化掉了以后这个时候 我再把我牺牲的 淘汰的乳牛肉放进去 因为牛油本身都有一点乳化的作用 然后我再用肝管硬针 顺着牛肉的血管附近把它打进去 打进去了以后这个时候 因为打进去以后牛肉可能会掉 掉 所以我可能就要加一些连酌剂 这个连酌剂叫辛细菌第二酸脂 我把它加进去 我可能还要再加一些修脂淀粉 因为牛肉不好吃 所以我可能还要再加一些调味剂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其实打进去的 如果是牛汁的部分 它不太会有问题 但是是其他添加的部分有问题 是 柱子牛肉是有添加物的 而我们一般的生鲜牛肉 是没有添加物的 好 您刚刚也提到了 像我们在超市买的 如果是冷藏肉的话 比较不会有柱子牛肉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冷冻的话 就比较有可能 是这样吗 因为柱子牛肉的脂肪是打进去的 所以它可能很容易剥离 所以你做成冷冻 它就不会剥离了 那你如果冷藏的话 它的脂肪可能会剥离 剥离了以后 这时候你在切的时候 这时候它溶解了以后 那个牛肉表面会变得粗粗的 它的摸触感就非常的不好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柱子牛肉大概都是卖冷冻的 它不会卖冷藏的 可是一般我们在菜市场来讲的话 卖的都是冷藏的 那个冷藏的不会有柱子牛肉的 其实在临床上 其实我们都不建议 因为真的你吃多的话 真的会增加 血液中胆固醇也会高 酸酸甘油脂也会高 那这样这只如果你高的话 再来吃一些酱血脂药 大部分都沙丁 其实那就没有意义了 主张补充一下 这种牛肉我们常常讲 一个叫虫煮牛肉 还有一个叫柱子牛肉 虫煮牛肉是用下脚牛肉把它做出来的 所以它有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牛排每一块都一样 可是柱子牛肉 每一块牛排都不一样 所以柱子牛肉很难分辨 可是虫煮牛肉你去看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因为柱子牛肉价钱非常便宜 因为它都是淘汰的牛 所以当你在吃牛排的时候 你8个盎司12个盎司 大概来讲的话 只有一两百块的话 吃这种牛的机会就非常的高 所以要小心 那么当然说食用油上面 好像也要注意 对不对 像现在大家为了健康 会选用比较高价的橄榄油 但没想到橄榄油也有混冲的 它说是用价格比较低廉的 棉子油跟铜叶绿素 好 这里就出现两个问题了 棉子油是什么油 顾名思义应该是棉花种子的油 但是听说好像是那个庙里头 有没有 点灯用的油就是棉子油 所以它到底能不能吃 吃了会不会对身体有害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铜叶绿素 到底为什么要加铜叶绿素 还有据说铜叶绿素吃多了 也会造成肝硬化吗 盐医师 那个案件是好几年前 在中部的一个案例 就说大多家橄榄油比较贵 所以说它是用棉子油 来冒充橄榄油 橄榄油的话 它那颜色有点绿绿的 淡绿色 它就加一些人工色素 它叫桶叶绿素 其实桶叶绿素 也算是我们刚所说 合法食品添加物 接近800种里面的其中一种 所以桶叶绿素是属于人工 就合法人工色素 可是它只能用在什么口香糖 泡泡糖 就是说因为我们用在口香糖 或泡泡糖 我们吃的量很低 很少 可是如果说 我们来造假那个橄榄油 你用棉子油 然后加了桶叶绿素 其实我们在炒菜煮菜的时候 油可能会用的量比较多 我在油里面加了很多桶叶绿素 让我额外得到很大量铜 我们知道说过量铜 也会引起肝功能异常 甚至会造成肝硬化也都会 所以当年那个案例出来说 大家都认为说 它不只是商业上的炸漆 它可能对人体 可能会有一些健康危害 不过其实很可惜的就是说 像一般食品保持健康危害 其实你那个因果关系 根本很难发证明 我讲一句怎么去分辨好的油 好的油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加工的温度不高 它分子被破坏得很少 然后它里面的植物生化素 保持得非常的多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我在倒油的时候 我准备一个碗倒油 倒油的时候 这个时候油出现的那条油线 它很稳 它不会发抖 可是不好的油 它因为加工的时候温度非常的高 所以它分子被破坏得非常厉害 所以它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现象 就是你在倒油的时候 那油线 倒油出来的那个油线 非常不稳 抖得很厉害 可以这样判定对不对 是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OK 真的是受教了 不过听说这个虾还会加鱼茯苓 豆腐会加消泡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听说有一些NG的吃法 也会导致您健康遭到损坏 真是如此吗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 我们常会买瓶装饮料或手摇饮料 慢慢喝 喝很久 但其实这是NG的行为 因为瓶口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如果再加上高温 那么变质就更快了 但真的没有办法一口气喝完的话 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看报道 我们常常买这样子的瓶装水 或者是瓶装饮料 但常常都不是一口气喝完它 而是喝个几口以后 就把它放在旁边 放满床的一阵子 但是其实要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 当我们的口水碰到旁边的瓶口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滋生细菌 我们直接用四种饮品做实验 有水 果汁 无糖 茶 汗 乳酸 饮料 开封以后都分别喝了几口 然后再用无菌棉棒去试擦瓶口 我希望能够透过无菌水 让它整个均匀分布在我的无菌水当中 我里头有加所谓的大肠杆菌的抑制剂 所以如果能够生长在上面的一个菌落的话 基本上应该都是大肠杆菌 接着将沾有口水的样本放进培养皿中 再将培养皿放进培养箱中36个小时 而这些样本分别在室温25度中 放置1.5小时 3小时和5小时 还有户外散三度下 放1.5小时 3小时 5小时 结果发现 最广泛的话 其实实际上是这个乳酸饮料 乳酸饮料的话 你看它整个一整片 一整片都已经滋生起来了 那在室内的这个大肠杆菌 那个部分的话 虽然它的生菌素是满明显的 但是并没有发展到像一整块 可以看到乳酸饮料的样本 沿着培养皿有一整块 聚落的产生 直接比较看看 左边两个是水和果汁 在25度和33度的变化 右边的是无糖茶和乳酸饮料的聚落 特别多汗明显 而温度33度下 滋生比25度还要多 我们人体 正常的人体的嘴巴 可能有好几百种 有高达700种的续菌 有些是葛兰式阳性 有些是艳阳菌 所以说 所以我饮料喝了几口 然后没有把它喝完 又放我们办公室的桌上 室温 四五个小时 就担心说 续菌会在那边繁殖 所以这动作并不理想 德国杜夫来营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在里面放豆浆 结果半个小时之后 细菌上升了将近40倍 高蛋白质的饮料 在保温状况下 容易滋生细菌变质 也会负粘在瓶子内壁上 不容易清洗 专家建议保温瓶最好就是装水 很多细节多注意 才不会把细菌喝下去 这些NG动作真的要好好来注意一下 像刚刚说的 这个饮料开封之后 长时间没喝完 到底会造成哪些问题 对 没错 这一定会有问题 不只开封 我们有时候都想说 我一杯饮料 我从早上喝到帮玩 对 常有这样子 有人想说 我用保温杯 比如我在家里 就泡一杯热咖啡或热牛奶 泡到公司 然后上班我那个用保温杯 就这样慢慢喝喝喝 就放在下班就喝 其实这个动作 我们在医学上都不建议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有个温度叫 就大概介于7到60度 大部分的微生物 比如说我们的饮料放在那边 或者什么咖啡 拉铁 什么鲜奶放在那边 其实大部分微生物 它会繁殖温度 都在介于7到60度中间 所以说如果我的饮料 我放在那边 就是说我都慢慢喝 其实我们人的嘴巴 都有一些微生物 正常就会有一些虚菌 所以说我这样慢慢喝的话 就是说我喝了8个小时 10个小时都一直放着 其实我那饮料里面 可能都有一些微生物 所以最好是在多久以内 最好可以在1个小时 或2个小时把它喝完 OK 如果说我真的喝不完的话 我就把它放冰箱冷藏保存 因为我们冰箱温度是4度C OK 所以说刚好它就可以避开危险温度 包括便当也是一样 我们中午12点买了个便当 如果太忙没办法吃 你就2个小时内一定不吃 就把它放冰箱冷藏保存 然后让它在温度4度C 可是低温 它可以抑制微生肢长 它不能杀菌 所以你之后要吃的话 还是要彻底加热 然后我们彻底加热 你一定要超过60度 一般我们都认为说 你要加热一定要70度以上 所以我们都说 就是我要避免食物中毒 避免食物急性肠胃炎化 最好我要躲开这个危险温度 7到60度 那讲到这个饮料的部分 很多人就说 为了健康 我就喝一些低卡无糖的饮料 请问低卡无糖 真的对身体的负担比较小吗 温老师 其实低糖无糖的话 它有很多都是甜的 它甜的话 里面加了一些甜味剂 现在全世界 越来越多的报告 这个甜味剂 对肠胃道的里面油浴菌 我们这个油浴菌 叫做后壁菌门的油浴菌 会产生一些抑制性的作用 那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吃低糖无糖 当然是比较好 可是它如果低糖无糖 是用甜味剂来取代的话 基本上就不好 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我们叫什么醇 什么醇的 OK 那这些醇的话 就是把我们的那些糖 把它拿去氢化 所以它叫做氢化糖 我们以前油脂氢化的时候 隔了30年 我们才知道氢化油的危害 那现在氢化糖也没有危害 没有人知道答案 懂懂 可是现在负面的危害 慢慢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也不是很鼓励 大家吃氢化糖的人 OK 那这些糖 就叫做什么糖醇 什么糖醇的 那很多醇醇拿去喂动物的话 动物大概都会颤抖發抖 这个 所以糖醇是不是吃太多 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我不知道 但是10年20年后 它可能会有一个很正确的答案 讲到添加的部分 像现在很多的虾 你看会加什么 鱼茯苓 这又是什么 虾子本身来讲的话 活虾才有价钱 死虾是没有价钱的 所以为了要挖跳跳 可是虾子快死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如果把它加上鱼茯苓 所谓鱼茯苓 就叫做碳酸钠双氧水 双氧水不可以摆在一般的室温 它一定要加个氢酸钠 叫碳酸钠 你把碳酸钠加下去了以后 这个时候 它会有氧气出来 那这个快死的虾子 它又比较不容易死 OK 那怎么去辨别这个虾子是好是坏 很简单的是 你在买虾子的时候 看到那个摊位上面的虾子 只有两根虚虚会动 身体都不会动的 放到水里面去也都不会动 只有两根虚虚会动的 这种虾子就不要买了 那个就是所谓的僵尸虾 对不对 是 最好买的虾子是放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会跳 会油的是最好的 另外有所谓的金刚豆腐 跟不起泡豆浆 加的是消泡剂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打黄豆的时候 黄豆本身来讲的话 因为它有很高的蛋白质 蛋白质是一种界面浑氫剂 空气进来 就会产生很多的泡沫 这是自然的现象 没错 因为泡沫 它的卖相不好 所以泡沫一定要拿掉 大厂是用真空吸取 真空吸取的时候 把泡沫拿掉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是小的厂 或是小的餐厅的话 它没有办法拿掉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只有加消泡剂 加消泡剂 这个时候刚刚讲过的就是 你把空气阻绝在外面 空气不进来 它就不会产生泡沫 所以消泡剂 绝大门消泡剂 都是一个三度空间网状结构体 最常看到的消泡剂 就是silicon silicon 是 我们把silicon拿出来以后 放在碗里面加一些水 然后再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再倒到里面去的话 它的泡沫就消掉很多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因为小时候 我妈妈会自己煮豆浆 这上面很多泡泡對不對 是 然后现在我们去买那种 一杯一杯的 有时候看起来 没有什么泡泡 原来中间的秘密在这里 所以消泡最道德的方法 就是真空吸取 可是小企业 买不起那个吸取 所以就可能会加消泡剂 还有无油脂咖啡 加了抢碱 基本上来讲的话 刚刚研医师有讲 就是说 我们的餐食里面生菌的问题 一般来讲的话 细菌比较怕酸 黴菌比较怕碱 那咖啡豆本身来讲的话 它比较会深的叫做褶菊毒素 褶菊毒素 褶菊毒素才是一种黴菌 所产生的毒素 你要把这个黴菌去除掉的话 最重要就是加抢碱 你加抢碱 就很容易跟咖啡豆里面的脂肪 产生造化 产生造化了以后 这时候脂肪被拿掉了 就没有油了 没有油它也不会发霉 可是没有油的时候 咖啡就没有香味 没有香味的时候 咖啡里面就可能会加香料 要这样子来辨别 好 那么刚刚老师还告诉我们 就是玩油条 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吃油条 因为饭团都会加油条 可是这个油条到底要怎么挑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还有 现在很多人选择在自己家里头煮 但是在家里头煮的蔬菜 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问题吗 居然有代澳心的疑虑吗 马上回来我们有精彩报导 大家都知道 环境污染一定会影响到农错物 但很难想像的是 台湾到现在居然还有 代澳心蔬菜的存在 被称之为 世纪之毒的代澳心 透过空气的污染沉降到土壤 水还有植物表面 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我们吃下肚 GBS资深记者 林尚云跟谢贤熙独家取得了 政府监测数据 发掘在部分工厂附近的农作物 代澳心的浓度 居然是其他地区的十倍 消费者该如何自保 我们先看调查报导 箱子 不明白 如果在所谷就是在放到那种毒物 我们在那儿吃饭有得难 那刚才提鵬 那这提鵬要吃饭 那会有什么 那这个警报本来 它告诉我们说 所有的鱼虾蟹全部都有毒 妳的手 痛那個嗎 痛 腳也痛 這個是腫起來是不是 感覺痠起來 痠起來 痠起來 痠起來變痠 這什麼油啊 這什麼油啊 這壓著成功鋼匙 扭曲變形的手 勉強疏離了人家 她是全世界大澳心濃度 最高951匹克富人 超過WHO大澳心耐受值32匹克 整整30倍 一場隱匿22年 台南中石化台檢工業費益爛牌 獨底泥魚蝦進到食物鏈 大澳心殘害人類的杯葛 政府整整隱瞞了當地居民22年 22年 對 他們早就已經測到這邊是有毒 就是早在70年的時候 就測到這個魚體裡面含有狗 當年政府隱藏秘密 那現在呢 環保署每年針對全台高風險工廠 機查戴澳心 近三年開罰28家 總罰金破千萬 當環境戴澳心超標 會不會危害農作 TBS獨家取得政府監測 附近農作物戴澳心數據 發現106年彰化超標工廠附近 縣菜 韭菜 澳心 0.53匹克 超過歐盟行動管制標準 0.3匹克 108年又是彰化 地瓜葉 0.46匹克 遠超過其他縣市 0.03匹克 整整10倍 環安 榮安 私安都環環向後 慢性 低性 要敲澳大澳心的話 它可能會增加離哀的風險 孕婦永逸流產 而且生下來的小孩子 可能會增加 長出這些生下新型排的風險 專家計算以60公斤成人來看 每天承受最大戴澳心量 是240匹克 等於521公克的戴澳心地瓜葉 吃兩三盤污染菜就會超標 下一代健康不容輕忽 我追污染已經追了25年 其實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因為你會發現說 所有問題都沒有解決 而且好像越來越沉重 我們對土地這麼殘忍 改天土地就被整量對待我們之所以 彷彿被經過了歲月 人為毒害 環境反撲 但一切 為時已晚 20年前出現在台南的 世紀之毒戴澳心的問題 似乎在台灣並沒有根絕 我們的記者就深入了解到 台灣某些地方的環境戴澳心 依舊是超標的 而且農作物也超標了 0.464匹克 這個超過歐盟的管制標準 是不是代表著我們吃的蔬菜 有可能也含有代曉心 先請教文老師 代曉心的產生主要是在 極高溫之下 如果它裡面有本 有氯 兩個在高溫之下的話 產生融合 融合它就會產生代歐心 代歐心它的比重比較重 它會往下沉 所以它可能會造成一些污染 我個人覺得說要去除代歐心的污染的話 這個高爐一定要有非常好的 一個嚴密的監控 我們這個問題就可以去除掉 所謂高爐就是高溫的爐質 哪邊有高溫的爐質 一定要監控它 這個要監控的非常地特地 一定要落實才可以 這次龍作物它有代曉性污染 我想在出乎意料之外 因為我們在醫學 以前在醫學院我們都認為說 代曉心在哪一些食物比較會有 就在一些肥肉 脂肪組織 因為代曉心它是一些環境的污染物 主要是PVC 那是不完全燃殺造成的 所以說它的肥肉會內臟器官 還有皮 還有大型而已 所以說都是一些比較不健康的東西 才會有代曉心 所以我們都說 我們要預防吃到代曉心的話 最好我要多吃新鮮蔬菜跟水果 然後少吃那些肥肉 一些脂肪組織 內臟器官 可是你看我們這次 我們政府我們在監控 我們的龍作物 結果看到說我們的菜的話 反而有代曉心污染 剛剛老師有分析過 可能是環境的污染造成 所以我想說 像針對這件事情還是一樣 就我們政府一定要密切監控 因為其實代曉心 我們所謂世紀制度 它算是我們世界衛生組織 公告的一級致癌物 它會增加多重癌症的一些可能性 然後對 也會增加什麼應付 所以這個嚴重性是很高的 對 是滿嚴重的 所以還是要監控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 再來講這個添加物的問題 我們剛剛已經一直提到 台灣的合法添加物 其實有將近800種對不對 但文老師你要告訴我們的是 其實像主婦聯盟 他們所認定的 比較合法的加工 其實並沒有這麼多的品項 對不對 大概十分之一 只有十分之一 對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像是油條的部分 好像很多人也說 其實油條比較不健康 最主要是因為有添加民煩 對不對 這個部分要怎麼樣來辨別 主持人 您知道 這個油條我們在下鍋的時候 一下鍋油條就拼命的膨脹 所以它裡面一定有產生空氣 非常多的化學物在裡面 這個產生空氣的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碳酸納 碳酸納會產生二氧化碳 還有碳酸氫氨氨會產生 阿摩尼亞也會產生二氧化碳 那順時間產生很多氣體的話 這氣體一定會跑掉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個東西 把氣體把它好好的 牢牢的綁在這裡面 這個東西叫明煩 明煩叫硫酸鋁納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油條如果很大根的 非常大根的話 基本上都有加明煩 這個明煩在主婦聯盟 或是在我們的 清潔標章裡面來講的話 這個是不被允許使用的 所以我們在買油條的話 很大根 很小根 這兩個非常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OK 那是明煩到底會對身體 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研醫師 其實明煩來說 對我們政府的管理算是一個合法 其中一種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可是他作用當作蓬崇季 剛剛文老師有提到 明煩裡面它有鋁 對 然後用鋁的話 很多民眾看到說 我的添加物裡面有鋁 大第一個就想說 有沒有可能增加什麼 試製的風險 就是說試製 可是在醫學上 其實你說鋁跟那個試製 其實沒有這個證據 其實應該說 我們體內 其實我們的蓬鬆劑 我們刺性蓬鬆劑加工食品 所以說有一些鋁 可是如果我們民眾 腎臟功能是正常化 其實我們腎臟排鋁的能力 是滿夠的 所以說如果我在吃 我的加工食品有鋁 然後我吃到我們體內 其實多喝白開水 就可以幫助從尿中把它排掉 可是我們要注意 那是指正常人 腎功能正常 然後萬一是腎功能很不正常 或洗腎患者就很注意 鋁是我們腎臟把它排掉 萬一是說你是洗腎的患者 像我每天我都在照顧 洗腎的病人 因為我是腎臟科醫師 所以我就會叮嚀一下說 含有鋁的加工食品 就其他人都可以吃 因為你在洗腎就要少吃 因為怕排不掉 如果說我們洗腎的病人 吃到環境 因為胃藥中有些有鋁 加工食品鋁也是這種 合法食品添加物 所以就算藥物有鋁 就是說如果洗腎病人 你每天在各方面 吃到很多鋁的話 就是說鋁排不掉 血液中鋁就會高 高血鋁症的話 長期它會引起一些 腦部的一些退化疾病 而且也會造成骨頭病變 所以腎供人不好或洗腎的病人 含有鋁的東西要少吃 自己說 如果我們腎供人正常的話 我覺得這還可以 明白是超棒的防腐性 真的喔 好 真的非常謝謝兩位老師 今天帶給我們這麼多 有用的知識 而且破除了很多 對於美食的迷思 我們真的要注意 以後挑選食物 顏值不重要對不對 對 它的內涵比較重要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也謝謝你的加入 那麼我是莊開文 我在T觀點 如果您需要更精采 而且更詳細的內容 請您鎖定TVBS優選頻道 還有T觀點的臉書粉絲專頁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莊開文 歡迎收看T觀點 大人物的世界 現代人工作壓力大長 會有飲食不正常 睡眠等等的問題 一個不小心就會被文明病 找上門來 您是不是也有像是腰症被痛 眼睛疲勞或是失眠等等 經常會聽到的問題呢 為了舒緩這些鏡頭 除了找醫生之外 不少人會選用保健品 來補充營養 雅虎在2019年 就做了一個網友票選的 健康大賞排行榜 第一名您看到了 就是綜合維他命 第二 三名則分別是 醫生菌還有魚油 而台灣整體的保健食品市場 早就超過了1300億台幣了 根據調查 銷售比例最高的 就是定狀或者是膠囊類的 而這股營養補充風潮 商機可是不容小覷的 不過這些保健食品 到底是吃心安的 還是真的能夠保平安呢 到底應該要怎麼挑選 應該要吃多少 還有不同的劑形 效果有沒有差呢 今天提關點就要邀請專家 好好為我們來分析分析 不過我們首先看到的是 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加上最近又是流感的耗發季節 真的要特別注意自身的免功能 而免疫力其實跟我們的腸道 是大有關係的 怎麼說呢 我們先看報導 馬上討論 容不容易感冒 和一個人的免疫力的強弱 有很大的關係 而事實上 免疫功能強的人 可以抵抗外來的病菌 自然也就不會感冒 而事實上在過去 其實有很多的民眾 都曾經有發生流感的情況 流感它會出現徵兆 包括了發燒 喉嚨痛 甚至是痠痛等症狀 事實上如果輕忽的話 很有可能會引發肺炎 擔心被感染 不論是流行性感冒 或是COVID-19新冠肺炎 現在民眾出門口罩戴緊緊 人人保持距離 就怕一個不小心 在這個關鍵時刻染病 如果免疫力較弱的人 像是年長者或兒童 感冒機率風險高 相較於不容易感冒的人 代表體內免疫系統較強 醫師指出 如果經常得到流感 就要注意自身免疫功能 是否出了問題 現在一年四季不論任何季節 都有機會發生流感 而現在A型流感有較強的變異性 因此很容易變成大流型 物屑跟便秘 它就是腸道的蠕動功能出問題 腸道裡面的菌蟲有關 如果說菌蟲不平衡 那它可能會造成這種功能上的問題 若腸道功能不好 免疫力自然就會變得很差 腸道是掌管人體的消化吸收 以及排泄的重要器官 而事實上在人體有7成的免疫細胞 都在腸道的淋巴結裡 平常的保健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腸胃呢 最近腸胃有沒有不舒服 肚子會比較容易 好像很脹氣一樣 就好像想拉 但是沒有真的拉 它有沒有想吐或是腹瀉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好 讓你聽一下 過去只要一感冒 劉小姐偶爾會感覺 有拉肚子的情況 臨床上最常見的腹瀉 其實就是病毒性腸胃炎 病人會出現腹部疼痛 食慾差 甚至是不舒適症狀 何並發生 秋冬的時候 流感的病人會比較多 但是其實最近這一兩年 有時候到夏天 都還能夠看見流感病人的存在 流感病毒跟新冠肺炎病毒的話 這兩個病毒其實主要都會 侵犯我們的呼吸道感染 那我有一些差別是流感 它的潛伏期大概在一到三天 它的主要症狀是會有發燒 然後肌肉痠痛 然後喉嚨痛 那當然對於比較嚴重的患者 可能會導致肺炎 醫師吳中展不會炎 臨床上從孩童至大人 都有不少個案曾被病毒感染 尤其30歲以上者 壓力大又少運動 再加上三餐不正常 會發生失眠 肥胖 甚至是大腸肌躁症 比較容易出現腸道益生菌不足 醫師提醒 免疫力較差者 容易罹患流感 可補充益生菌 平時多運動 作息正常 避免病毒 早上門 沒錯 腸道除了可以幫助 我們吸收營養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有所謂的 第二大腦支撐 怎麼說呢 因為它是我們人體當中 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之一 那麼有超過7成的免疫細胞 都聚集在這裡 那麼也因此包括了像 慢性病 癌症 以及各種疾病的風險 據說都跟腸道有關係 這幾年下來 這個腸道菌像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了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一開始 就要來從嘗記憶 介紹兩位來賓 第一位介紹的是美商威力馬生技的 黃福星總裁 總裁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好 我們再來要介紹的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營養師 宋明華 明華你好 泰文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當然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這個腸道是所謂的第二大腦 有一個說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跟其他器官 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可以不用聽從大腦的指揮嗎 說是可以自己發號施令 有這麼厲害嗎 還有就是有一句廣告詞說 胃腸好 人不老 但是相反的來說 如果腸道太多壞菌 據說會影響到我們腦部的運作 沒錯 其實就像泰文姐剛剛提到的 我們腸道其實是最重要的免疫器官 其實分佈在我們腸胃道 有非常多的神經系統 所以其實被稱為第二大腦 所以其實有研究發現 其實分佈在我們消化道內壁的 神經細胞 其實跟我們的基柱 整條基柱的神經細胞 其實是差不多的 對 所以其實大腦不只它可以發 腸道不只可以發歸試令 它還可以接受一些 神經傳導的一些訊息 反映我們的一些情緒 所以其實像現在國內外 有很多研究發現 我們一些腦部的一些退化疾病 包括像巴金森氏症 或者是像一些致閉症 其實它是藉由一些腦腸軸 就是腦袋的腦 腸道的腸 這個途徑來影響 腸道跟大腦之間互相影響 所以其實就像剛剛提到 如果我們腸道可能因為老化 或者因為你的生活習慣 你的作息等等 導致菌相失衡 壞菌越來越多 可能就會藉由這個腦腸軸 去影響到我們大腦的一些退化 甚至這些細菌 也會分泌一些短鏈的脂肪酸 來導致腦部的一些退化疾病發生 所以其實腦部不只是跟我們的年紀 增長可能退化有關 如果你的腸道 長時間沒有顧好的話 其實也可能會藉由腸道的一個環境 漸漸的影響到腦部的一個狀態 聽起來這個腸道 真的要好好來保養保養 好 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會帶來 多大的一個商機 根據美國飼料機構ARC 在2019年6月份所做的這份報告 他說2025年全球的益生菌市場 可以上看到780億美元 非常龐大 那麼另外回頭來看台灣的話 2017年台灣各式的保養品當中 乳酸菌市場就佔了43億元 這是菊罐 其他就是像張芝 酵素 膠原蛋白 卻也都常常聽到有人買來吃 不過我們繼續來請教一下 名話就是 像剛剛我們講的益生菌 跟乳酸菌 好像是有一點點的差異對不對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選擇 其實應該來說 乳酸菌其實存在在我們大自然 非常多地方 包括大家可能常見的乳汁 或者是發酵的乳製品 甚至像是醬油 泡菜這些東西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乳酸菌 而乳酸菌它最主要 其實利用就是糖分 然後發酵之後產生大量的乳酸 所以它叫做乳酸菌 而至於說益生菌 其實它就是從上百萬 上千的乳酸菌裡面 可能在實驗室經過一些研究 發現說某幾種菌 它可能可以通過胃酸 通過膽解 而且確定有一些保健功能 甚至對我們人體 是有一些健康的一些依據 才把它稱為益生菌 所以簡單來說 講白話一點 其實一個班級 所有的人都是乳酸菌 但是德智體型美全部兼優的 就是都是拿到優等的 那個人就叫做益生菌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是這樣分 至於說我們一般來說 的確現在在台灣 乳酸菌 益生菌的一個市場非常大 常常我們也會被問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選 才會是比較聰明的一個方向 其實我覺得還是一個概念就是 要選擇一些優勢菌種 因為畢竟就算是益生菌 它也是有分很多種 比如說我們常見的 比非德智菌或者是雙齊桿菌等等 都是屬於比較優勢的菌種 它才可以比較有機率 在我們的腸道存活下來 發揮它的功能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在選擇益生菌的時候 也要記得一個重點就是 盡量減少添加 因為業者為了可能增加 消費者的接受度 試口性 它可能就會加一些 比如說甜味 或者是加一些香料 讓它的 比如說益生菌的口味很多變化 其實這些都是額外的 我們都會覺得說我們在使用這些 保健產品 我們就是希望對身體是有利的 如果有太過多的這些額外添加 可能對於身體的負擔 就會稍微大一點 這麼一講我們就都懂了對不對 好 那除了益生菌之外 其實台灣人也非常喜歡 吃各種各樣的保健食品 我們來看 這是知名的藥妝連鎖品牌 屈臣師他們所做的一個調查報告 他們在2019年的統計是說 他們賣得最好的是什麼 第一名維他命C 第二名葉黃素 第三名是葡萄糖胺乳 好 另外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觀察點 就是南北居然注重的 挑選的點不太一樣 怎麼說 說是北部消費者特別注重的是 維他命的攝取 至於南部地區的 則是比較重視是養顏美容 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知道總裁你們公司是在中部 說不定中部是比較注重什麼 也可以跟我們講一講 但是像剛剛這樣子的一個 調查的統計的數字 你們站在銷售第一線 是不是看起來的趨勢也是如此 過去以來大致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很喜歡 有一個漂亮的皮膚 或是預防感冒 或是減緩感冒的症狀 維他命C的消除量就會很大 台灣地區的近視程度 是世界有名的 所以也常看到很多的家長 帶著小孩去上餐廳 一上桌就先把手油打開 就是從小開始培養近視 現在很多老年人 他現在需要 眼睛的病變也會很多 所以對於夜王宿的依賴就很大 另外因為高寧花的社會 對於骨頭的病變也會很大 關節的病變 所以為了高骨頭 就猛喝葡萄糖安飲 所以會造就前三名的銷售量 這個是有這樣的趨勢 我們來看到的是日本有一名 真的非常有名的眼科醫師 他叫做 身作秀春醫師 他曾經寫了一本書 叫做《羅氏革命》 好 他裡頭就有建議 大家有四種應該要多加攝取 第一個叫葉黃素 第二個是玉米黃素 第三是Omega3 第四個是蝦紅素 當然我們也看到 我們在這個表格上面看出來 很多的食物裡頭 就可以攝取到這些成分 我們請名畫 幫我們畫一下重點好不好 剛剛提到的葉黃素跟玉米黃素 其實已經有非常多研究證實 其實它對於預防老年化的 黃斑步冰變是確定有效的 但是還是要注意吃的劑量 一天6到10毫克是有效的劑量 如果你吃得很少 其實可能效果不佳 吃太多可能會有一些 中毒的一個危機 而至於說它的一個食物來源 一般來說在黃色 橘色 這些蔬果裡面 其實都很豐富 就會有了 對 其實葉黃素比較特別的是 它一般來說都是在 植物性的食物 像我們剛剛講蔬菜水果 但是有一個東西 其實也是很好的來源 就是蛋黃 蛋黃 對 因為很多人 因為蛋黃是動物性的 但是它大概算是唯一 有葉黃素的動物性的食物來源 那些Omega3的油脂 大家會覺得有點意外 為什麼會跟眼睛是有關 它不是跟一些心血管等等嗎 但是其實 凱文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都會戴口罩 所以其實口罩大家都覺得 好像可能只是影響到 我們臉部的皮膚 但是其實也因為 我們戴口罩的原因 其實近期 感染症上升的比率 高達2到3成 對 感染症 對 因為其實我們平常 沒有戴口罩的情況下 我們講話 我們呼吸 我們的空氣是直接 從外面排 就是從我們正前方排出 但因為現在戴口罩了 所以變成說 我們的呼出來的氣體 有部分是會往上竄 一旦往上竄 它就會容易把我們眼睛 表面的液體給戴掉 就是增散掉 所以其實的確也因為 戴口罩的關係 我們現在 感染症的一個比例是有上升 其實講到感染症 大家一定會有個 很直接的反應 就是說 我就補充人工淚液 眼藥水 但是你會發現這種液體 比較偏液體的產品 其實它越點會越乾 所以其實我們的眼球 就跟我們的皮膚一樣 要有水平衡 所以要有足夠的好油 才能把水給抓住 所以Omega 3 其實在乾眼症 或在一些眼睛物理方面 其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第三個就是 抗氧化的部分 蝦紅素 或者是有一些所謂的花青素 因為其實我們的眼睛 最大的一個殺手 就是紫外線 藍光 為什麼它對眼睛 會造成的傷害 當然就是因為 導致我們的氧化壓力 自由基產生過多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一些蝦紅素 或者是像一些花青素 維生素C 維生素E 來做一些抗氧化的一個角色這樣子 所以像蝦紅素 我們就可以在鮭魚肉 鮭魚卵或者是蝦子 這邊來攝取到 不過我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魚油跟魚肝油 其實是兩回事是嗎 對 沒錯 其實我們也很怕 大家會搞不清楚 因為魚油基本上 它比較不會有一個中毒的問題 但是魚肝油 其實它主要是 讓我們攝取到維生素A 其實它是屬於脂溶性的 所以它就比較容易 有一些中毒的一些風險 所以其實像我之前也有遇過案例 就是阿嬤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從小就被長輩 就是教導說 吃魚會健康 會聰明 會變聰明 所以其實很多家長 尤其是阿嬤 阿公 可能望子成龍 就希望自己的孫子 可能贏在起跑點 所以常常可能就會 買一些保健品 來給他們補 對 然後其實魚油 魚肝油 買錯一線之差就很可怕 那個阿嬤她就是 因為唯一一個金孫 就想說贏在起跑點 就想說吃魚會變聰明 但是這個孫子 偏偏他又不愛吃魚 他說那我就去買魚肝油給他 他其實應該是要買魚油 但是他買成魚肝油 所以還是要小心 然後又沒有注意劑量 因為其實說實在小朋友 尤其是小小孩 他的體積小 吃得多 飲養 對 其實他那個劑量 很難去拿捏 所以其實拼命吃 結果吃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就開始發現 自己的孫子怎麼試睡 就是每天都累累的 很疲累 然後後來有一天是真的睡了 然後叫不起來 他就很緊張 就掛急診 一連串的檢查之後才發現 真正的問題就是出在 阿嬤給他的保健食品 對 給成魚肝油 而且都是超量 所以導致肝臟已經出問題了 所以其實魚油跟魚肝油 完全是兩種東西 觀眾朋友千萬不要用錯 是 真的非常的重要 好 請教一下總裁 當你們在這個市場上面來看 是不是這幾年 有關於葉黃素等等 相關果肉的產品真的是有 往上飆漲的一個趨勢 還有現在在選擇 那個商品的過程當中 最新的趨勢又是什麼 以目前的趨勢 在逆領回春的這個產品 可能會是一個趨勢 因為坊間一般都只是在維持 它的外貿或是 那個細胞的營養補充 但是如果沒有從老化的根源 像那個內分泌激素的來平衡 這個都只是一個指標的效果 人體內有2000多種的 內分泌激素 但是這個激素到了25歲以後 就會快速的衰退 另外在八大腺體裡面 它是靠著腦下垂體來掌控 那個分泌激素能夠讓它 正常的運作的時候 它會隨著血液到各個器官 隨著循環系統到送到各個器官 但是因為年紀越大 它的量就越來越少 到25歲到達最高點 所以那個25歲的時候 精神好 體力足 榮旺幻發 但是過了這個階段 它就開始一直下降 各個器官的功能也開始衰退 另外外在環境的干擾 的破壞 所以讓它體內的腺體平衡 就已經開始亂掉了 所以經過我們的實驗證明 適時的補充的營養分 能夠讓身體平衡 所以就像剛剛黃總才提到的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靠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 因素去介入 包括飲食 六大類食物 我們每天都在講 但是你有沒有真的吃到 六大類食物 而且盡量都是要吃原型食物 所以原型就是原來的原 對 原來原 少精緻 少加工 因為其實在加工的過程中 除了會有些添加物之外 其實很多的微量營養素 其實都會流失 很可惜 然後再加上說 你有沒有充足良好的睡眠 睡眠障礙其實現在人也 有很大的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運動 運動不是只是能量的代謝 其實我們在運動的過程中 我們大腦會分泌一個 荷爾蒙叫做安多芬 它就是天然的麻酥 可以幫助我們達到紓壓 達到心情愉悅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這些種種的因素 都是我們常常在講 但是你有沒有真的 融入在你的生活當中 沒錯 好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其實營養保健品 也不能夠亂亂吃對不對 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 特別要小心 還有怎麼吃CP值才會最高 因為這些保健食品 有時候買起來也不算太便宜 怎麼樣吃才能夠真正的有效 馬上回來告訴您 請別走開 現在很多人都有服用保健食品的習慣 生怕自己的飲食不夠均衡 所以希望透過保健食品 讓自己的身體能夠吸收到 所需要的營養成分 不過以最近很夯的益生菌 還有膠原蛋白來說 應該要如何在對的時間服用 才能夠達到功效 我們就來聽聽 專業醫療人員的建議 膠原蛋白可以增進皮膚彈性 減緩皮膚老化 而它的使用途徑 可以透過注射 口服 外用等方式 直接進入到人體 而事實上像我手上拿的 這一包口服的膠原蛋白 醫師就建議了 最好空腹服用 每天忙著開刀 盡量準時吃飯 難免會擔心自己營養攝取 可能不足 保健食品不離身 整形外科醫師王翔雅 在空腹情況下吃膠原蛋白 將粉末倒入牛奶中 均勻攪拌 喝下肚 腸胃道裡面的細菌的菌種 事實上對我們的健康 有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事實上如果說是 腸胃道裡面的抑菌 比較多的話 那事實上對我們的健康 有非常大的幫助 對一些養分的補充 我們會十分的注重 那通常在飯前 我會其實補充膠原蛋白 或是說益生菌 來補充我的養分 口服膠原蛋白會經過消化 分解成小分子的胺基酸 經吸收在合成人體 所需要的蛋白質 膠原蛋白的話 其實它是會經過胃酸 分解成小分子的胺基酸 達到我們身體這些組成分的 一些結構的狀況 那所以這樣子的成分 最好是在空腹的時候使用 那另外還有一些 除了吃的喝的膠原蛋白 也有一些人是擦的膠原蛋白 但是如果說就我們皮膚科要做一個醫美的治療的時候 最好就是哪個地方缺什麼 我們哪個地方就補什麼 這樣是一個最直接最立即的效果 所謂台灣級美國皮膚外科醫學會國際巡迴導師 呂佩玄也是前長根醫院皮膚科助理教授 他不會鹽 如果飲食均衡的狀況下 額外補充保健食品 要是身體所需來補充 其實在食物當中 其他營養素可以幫忙礦物質被人體吸收 益生菌從過去研究發現 可改善體質 改變細菌重生態 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 要正確的補充保健食品的話 除了劑量要吃夠之外 最佳的時間點也非常重要 那最佳的時間點呢 可能會根據這個保健食品 它的成分不同作用不同 以及每個人的腸胃的耐受性不同 而有所不一樣 那像是B群 B群其實在飯前或飯後吃都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有一些人 他們腸胃比較敏感 空腹吃的時候 可能會有反胃的感覺 所以這一部分的人 我就會建議在飯後使用 專長健康促進 營養師廖宜清 目前為日本東京大學 計算生物和臨床科學所博士生 他認為保健食品要慎選之外 如何吃對自己有幫助也很重要 現代人工作壓力大 再加上了生活非常的忙碌 有些人就有習慣了 會買許多的保健食品來服用 像這個保健食品有魚油 綜合維他命甚至是益生菌 但您知道嗎 有時候像這些保健食品 我們該如何挑對時間來服用才有效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藥師就建議了 像是維生素ADEK以及魚油 最好飯後服用才有效 我現在懷孕 所以吃的那個保健品的話 就比較注意一點 那我就是有吃一些葉酸 魚油還有Q10的部分 還有一些 就是其他的一些保健食品這樣子 保健食品呢 其實吃對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吃錯時間的話 可能就比較浪費錢了 沒有什麼效果 那像有一些油脂類的保健食品呢 我們會建議就是在飯後吃 益生菌呢 我們也建議是空腹吃 然後它的那個吸收度跟的效果 也會比較好 因為疲勞的問題 會補充所謂的B群 B群的確是飯後吃 像我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飯後吃的時候 會去提高我們的一個 細胞的一個吸收率的部分 那益生菌 其實大家最會被常見的 問到益生菌的部分 是不是要空腹吃呢 其實飯前一個小時 或飯後一個小時吃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是牽涉到我們的胃酸的部分 藥師建議 平常更應該要均衡飲食 若經常服用安眠藥 會干擾維生素D代謝 民眾服用保健食品 最好多諮詢專業醫師 營養師或藥師 吃對保健食品才信安 好 市面上的保健品 真的是琳瑯滿目 但是不是真的有這麼有保備呢 其實有很多的 慢性病的朋友們在服用 這個保健食品的時候 有一些禁忌對不對 我們請明華繼續來告訴我們 對 的確 如果你本身有在拿這種 慢性病的藥物的話 也有在使用大量的保健食品 我們還是建議你把你的產品 拿到醫院 去諮詢專業的營養師 看看你的藥物跟保健食品 會不會有一些衝突 比較常見的包括像是 有在吃魚油或者是銀杏 可能它本身有一些 抗凝血的一些作用 如果有一些人他本身可能有些中風食 或者有一些三高的問題 他可能也在吃一些抗凝血的藥物 他可能就會有加成 就有加成 那可能就會出現 包括牙齦出血 皮下出血 就是可能輕輕撞一下 瘀青了 而且是大塊的瘀青 更可怕的是 他可能近期如果要動手術 我們擔心的就是 會有大出血的可能 對 所以這個都要特別注意 而至於說我們台灣人 也很常吃的人參或靈芝液這些 它可能跟一些降血脂的藥物 本身之間會交互作用 可能會導致一些 肝功能的一些負擔 甚至會導致一些 肌肉的一些痠痛等等 第三個就是一些險經 險經因為它本身是屬於 比較高普林的食材 如果高普林就是 本身就比較容易導致尿酸增加 痛風的發作 如果你本身就是痛風病死 然後有在吃痛風藥 代表你可能尿酸控制的 不是這麼穩定 如果你又大量的 使用這個險經的話 當然就有可能導致 痛風再度發作 或者是藥物的一個作用 可能沒有想像中 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目的這樣子 當然健康的人 也會吃一些保健食品 來希望自己維護 自己的身體的健康 尤其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大家對於所謂的免疫力 更是非常的重視 好 但怎麼樣才能夠 正確的來吃保健食品 我們請兩位幫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來看 維生素B群 要空腹配水吃 我以為維生素B 是要飯後吃 是理解錯誤的嗎 基本上空腹的話 它的一個說法是說 空腹的話 因為現在我們的胃腸 沒有什麼食物 所以它的吸收 是可以比較快速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你飯後其實你的胃酸 或者是食物之間的 一個交互作用 也會讓吸收比較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見仁見智 對 因為維生素B群 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 一個成分這樣子 所以還可以就是了 好 那麼葉黃素 黑醋綠蝦紅素 我們知道這個都是夠把握的 對不對 然後是要飯後吃 而且要持續吃嗎 對 因為應該是說 葉黃素這個產品 我們剛剛講 其實它有一些實驗的一些 根據確定是 對於黃斑部是有好處 但是它有一個很好玩的一點是 它進到 從腸胃道 吸收到我們的血液中 速度很快 但是從血液當中 到達我們的眼睛 速度是很慢的 至少三到六個月 所以你不太可能吃這種 葉黃素的產品 吃了三天之後 忽然覺得眼睛變得很明亮 這個不太可能 所以為什麼講說要持續吃 好 益生菌的話 益生菌我怎麼記得是 應該要空腹吃 不是一早或一晚嗎 對 其實也是兩種說法 我覺得都滿合理的 第一個就是空腹 因為我們沒有食物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胃酸分泌量 是比較少的 尤其是早上 因為我們睡了一整天 所以這時候 因為益生菌擔心的就是胃酸 它胃酸會去就是破壞它 所以其實這時候早上空腹 我們還沒有吃任何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胃酸分泌量是少的 所以你空腹吃 好像似乎 對於益生菌的傷害是比較低的 另外一個飯後吃一樣 也就是食物去稀釋胃酸 對 讓這個胃酸濃度 不至於這麼高 影響到益生菌 所以我覺得兩種 其實好像都滿合理的 是 黃總裁 你們在面對消費群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 會不會有一些消費者來跟你們問說 到底要怎麼吃 還有外面房間也有很多說 你吃我這罐 這罐第三罐 像這種行銷話說的話 觀眾朋友又要如何來分辨 很多的保健品或是藥品 並不是吃得越多 或是它的成分越高就越好 我們在做研發的時候 就會一直以以前賓國的執行長 賈伯斯的創新的理念要簡單 以這個為我們的依據 所以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就是以簡單 迅速 有效為前提 但是以不傷害人體為原則 先求安全 再求有效 這是我們的一個開發的想法 但是一般坊間的 大部分都是以 細胞營養的補充為主 所以它的補充的方式 就像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像一個水龍頭落水的地方 能夠在落水的地方墊一個毛巾 這個就是細胞營養的做法 我們的現體平衡的做法 就像在找到一個落水的源頭 把它處理掉 把它修好 這就像治標跟治本的差別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米華 身為營養師 你應該也有看過很多很多種 不同的這個去跟你們求助的 聽說還有人什麼都吃 結果吃到最後還 肝指數超標到底怎麼回事 對 其實我們很怕 現代人的一個就是 生活的一些模式 就是他可能知道 自己的飲食不是這麼好 可能又必須要應酬喝酒 然後可能睡眠 可能追劇等等的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體 生活的狀態不是很好 所以他常常就會 平平灌灌很多 他覺得有吃有保佑這樣子 所以常常就會變得 你說傷荷包就算了 怕的是傷身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 銀行的高階主管 其實他本身工作的關係 所以他一天 一個禮拜至少會應酬 大概三天左右 應酬其實就會喝 然後再加上可能喝酒了 自己平常在家裡也愛喝 所以其實他知道喝酒 就穿腸毒藥 所以他就是相關的護肝的 然後他睡眠本身也不是很好 因為可能高壓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睡眠相關的 護肝相關的一些 保健食品吃得非常多 因為銀行的高階主管 所以他們每年定期都會有一些 高階的健康檢查 所以其實在肝臟的部分 他就特別的去注意 其實前幾年檢查都OK 都過關 然後今年檢查的時候 檢查發現 怎麼肝指數開始慢慢上升了 然後後來他就很擔心 然後當然健檢醫生 也會給他一些諮詢 然後就有請他說 不然你把你所有的保健食品 都帶過來 不帶還有一帶二 三十罐 真的是二 三十罐 他真的要分 一天分 我們是吃三餐 他是連保健食品都要分三餐 甚至加宵夜 因為太多了 如果他一口氣吃 他可能真的吞不完 對 他就覺得 反正有吃他就安心 結果醫生就懷疑說 因為其實很多的成分是重複的 然後再加上 可能有一些是互相會影響的 當然我們一般消費者 可能不會知道 然後醫生就有跟他講說 有些重複的就把它去掉 去掉或者是輪流吃 不要每一天吃 其實就是只是一個 小小這樣子的動作 三個月之後再復檢 他的肝指數就正常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 就是天然的食物為主 保健食品為輔 就算是為輔 我們也不能過量 因為過量其實我們的肝腎 都還是要代謝 就會增加他的負擔 沒錯 我們知道黃總裁 你也很重視養生 等一下就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養生 知道 據說你還在做重訓 好厲害 另外當保健食品成為了 大家的日常之後 很重要一點就是 背後的商機到底有多麼可觀 企業又如何布局 我們馬上回來繼續聊 請別走開 儘管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 還是有不少公司的業績 能夠逆勢成長 位於台中的這家生技公司 就創造出亮眼營收 同比增長了17% 這當然是因為疫情之下 消費者更積極照顧自己的健康 不過他們之所以 從家族化工事業 轉心進軍保健食品市場 起心動念的關鍵 卻是因為年邁的父母 總裁黃夫晶在家中排行老大 拎著排行老三的弟弟黃峰鎮 一起重鋒線鎮 但創業維艱 如今年營收上億的生技公司 炒創時期其實只有五個人 而且還是在一家小小的咖啡廳 決定未來的事業藍圖 剛開始我們對這個業界 是比較不熟悉 所以也經過一段的摸索 後來知道大概需要找什麼樣的人 跟他的 比如說對這個行業的 除了專業之外 他必須要有那個衝勁 需要能夠讓 願意把這個公司 當作他自己的公司來經營 這樣他才能夠有成功的機會 在14年的4月底 就是遇到了經營團隊 在那個咖啡廳 所以每一年的4月底 我們都會到相同的場景 相同的每個人坐的位置都一樣 因為理念的相同 所以我們這五個才結合在一起 黃福星很會照顧人士 從小就開始的訓練 小時候爸媽忙工作 作為家中五個孩子的大哥 就自動扛起照顧弟妹的責任 弟弟到現在都還忘不了 一根棒棒糖的故事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時候 爸爸給他那種毛錢 讓他帶我們買東西給我們吃 大哥就堅決的 堅定的要買四支棒棒糖給我們 因為弟弟們喜歡 難得他自己看著我們吃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小 還天天在想說 大哥怎麼不吃 後來稍微董事的時候才發覺 那是大哥對我們的一種 看他的表現 兄弟情深必肩打拼事業 但事業上則一定有所堅持 所以當我們曾經有碰到一些 產品的QC 有一點點小小的爭議 或是我們對這個品質 有一些些質疑的時候 全部回收 然後重新製造以後再上市 人心才是最貴的成本 走過六個年頭 從傳統的化工產業 轉型到生物科技 更以傳銷的方式站完腳步 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統計 108年台灣334家 傳銷產業的營業額 首度突破900億元 可以看出台灣知名藥廠生技公司 紛紛投入直銷建構 自由通路的熱門趨勢 如今威力馬每年以15至17% 穩定成長 也開始思考要如何回饋社會 我們都會有計畫性的 然後去固定提撥 每一個部分 我們所銷售出的產品 然後讓我們的部門 讓我們的公司 去針對這樣的一個公益團隊 去做協助 從當時的世界展望會 然後一直到現在 每一個公益活動 我們大概都陸續 對於不同的團體 我們都做不同的協助 疫情改變了產業行銷模式 如何在後疫情下 朝前部署 站穩腳步 並且發揮更好精神回饋社會 都是經營上持續追求的目標 好 這一段節目 我們就要來分享一下 黃總裁您的創業歷程 我們知道你們是從傳產 對不對 後來跨足到生技 聽說這樣的轉變 跟您的雙親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心路歷程是什麼 為什麼會走老化市場 就是因為從媽媽生病過世 看著父親一直漸漸的衰老 所以才會開始注重老化這個問題 所以才會開始研究 走入這個保健品的市場 除了保健品的開發之外 我們也非常注重新的研究 比如說新的理論 像現體平衡理論 這轉型是真的都很順利嗎 還是有沒有碰到一些困難 需要克服 對於怎麼樣去訓練這些 或是招募轉銷人員進來 這個是我們比較不熟悉的 後來有一位轉銷的前輩 他告訴我們 最好是能夠找 比較有精硬的團隊進來 後來我們就在這個時間 除了繼續找以外 也能夠把現有的產品 能夠把它的配方提升 能夠讓它的效果更好 最好的行銷 還是產品本身的品質 對不對 這是不變的一個道理 剛剛總監獻也提到了 傳銷的這部分 我們來看就是說保健品 它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但怎麼樣做出一個市場區隔 這就是非常重要了 這是公平交易委員會 提供的資料 它是108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的 一個發展的狀況 全台灣大概有334家 多層次傳銷 結果您看到了 營業總額在去年 已經超過了900億了 成長率將近有13% 顯然這個部分 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行銷方式 對不對 好 再來看看 有關於這個營業總額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 營養食品占第一個 它是有600億元以上 然後它是占了65%最大宗 再來就是 美容保養品占了16%左右 那麼清潔保養品類的話 大概有4% 你看光這三大類 占營業總額85%左右 所以可以想見這一塊市場 真的是很大的一個商機 那我們就來請教一下 總裁 就是 其實會採取這個 傳銷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其實也是一個大勢所趨 為什麼 我們也看到很多的 大的藥廠或生技公司 現在也都開始走這個路線 對不對 傳銷的模式是非常 非常有價值的銷售行為 我們除了能夠在這個市場 能夠立足之外 我們也希望 尤其是現在的網路的興起 能夠證明他們的話是對的 所以尤其是 不管是人對人的銷售 或是網路的銷售 都不外乎是要直接跟迅速 所以我們有鑑於此 我們也開始 有準備網路的這個模式 為什麼會不會越來越多的企業 都加入這個部分 其實有人做了分析 他們說第一個是因為保健食品 不能夠宣傳療效對不對 現在規定很嚴格 所以如果是用傳銷 這種口耳相傳的方式 經驗傳承的方式 可能是一個比較有力的 一個行銷模式 然後另外來採銷工業鏈 也才能夠造就比較好的 一個通路的選項 好 稍後回來 我們還要來請教黃總裁 就是既然是在販售 這個健康的概念 當然就要身體類型 好 稍後來看看 黃總裁如何身體類型 馬上回來 身體活動不足 已成為影響全球死亡率的 第四大危險因子 每年有6%的死亡率 與身體活動不足有關 僅次於高血壓 菸品使用 及高血糖等疾病 若肌組的問題浮現 更有年輕化的趨勢 醫師臨床就發現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肌肉品質差連帶影響到日常生活 醫師也談到現代人 大量而長時間的工作型態 大腦負荷變重 自由基大量增加外 專注力抗壓力 情緒控制能力都會下降 甚至可能有自律神經失調的風險 很多人他因為是過勞 飲食不健康 生活型態不健康 壓力大跟心情 這五大因素 會讓人體的自由基累積是過量的 但如何例行健康生活型態 確實關鍵 天然食物 然後健康烹調的這個區塊 包括我們非常強調呼吸練習 放空 幫自己充電的 這些生活調整 以及適當的肌力 肌耐力訓練 這五大元素 缺一不可 吃完整食物 然後我們講五色蔬果或彩虹食物 然後再來我們強調搭配的是 算是均衡的脂肪 其實所謂的地中海飲食 就是強調多元的蔬菜 然後少量的紅肉 白肉 以及高量的抗氧化脂肪酸 這才是最好的健康組合 國民健康署的調查就發現 台灣19到64歲的成人 平均乳品攝取量不足的民眾 就高達99.8% 堅果種子不足的則有91% 蔬菜攝取量不足的則有86% 水果不足則有86% 這代表飲食缺乏維生素 礦物質好油 蛋白質 脂肪 澱粉 卻吃太多 這就是典型的 有吃卻吃不夠 而且不均衡 保證生技產業總裁黃福欣 在市場上也觀察到 不少年輕族群健康質量遠低於長輩 主要的關鍵就在於挑食偏好精緻飲食 而且少運動造成年輕人的健康力大幅下降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他是為了愛漂亮 或甚至需要有那個model的身形 所以就互亂的減重 節食 結果脂肪沒減到 反而把肌肉給減掉了 所以加上他們覺得運動太辛苦 所以就會極少生的現象 就會越來越年輕 運動後他也會補充一些蛋白粉 吃一些可以維持肌肉的蛋白質食物 譬如說雞胸肉等 身為公司的總裁 從自身做起重視養生 除了是為了擁有健康的體魄 帶領企業 更希望能夠健康的陪伴家人 這也是他努力不懈的動力 相約要牽手一輩子 所以為了要讓這個一輩子 走得又長又久 所以我一直都維持著 這個運動養生的習慣 想要健康絕不能禁止於空談 運動飲食缺一不可 多運動 多蔬果 少醃酒 促進新陳代謝 幫助排出體內毒素 並且補足養分 才能夠幸福健康走走 先前國健署長來到 踢觀點大人物世界的時候 一直提醒大家 想要健康老化 光靠吃是不夠的 一定要動起來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黃總裁 聽說您很會動 而且做的是重訓 這也太厲害了吧 做重訓很多人會擔心說 不會受傷嗎 要把握哪些美感 其實以年紀大的人來做重訓 他還會有很多的顧慮 是怕受傷 沒有錯 但是你只要在你的 最大的範圍之內 能夠再退回來一點 這樣子能夠保持它的效果 這樣子但是又不會受傷 又能夠讓肌肉的持續力 耐受力更好 為什麼會一直保持 運動的習慣 因為我跟我太太相約 要牽手一輩子 所以為了能夠 讓這個一輩子走得更長更久 所以一直都養成 養成這個養生運動的習慣 看您身材一直保持著這好 就是一直都維持 差不多這樣的標準身材對不對 你主要的重訓做哪些 是你覺得是最有效的 可以推薦給觀眾朋友 是 因為很多人他的喜歡 一般也許都不一樣 但是大部分不外乎是 能夠像推舉 或是做養護器做這一類的 跑步肌或是 就是能夠讓你的肌肉強度強 但是我們做重訓的目的 並不是要讓像健美一樣 能夠一塊一塊的 擠塊肌 對 因為這樣子 可能需要很大的強度 對於年紀比較大的人來講 也許就容易受傷 那麼除了推廣這個健康概念之外 我知道說你們企業也非常注意 就是要回饋社會 所以你們長期有在捐助 這個世界展望會 為什麼會選擇世界展望會 是理念相合嗎 因為我們一直秉持著 只要有能力幫助別人 就不要吝嗇 因為剛開始我們對世界展望會 比較熟悉 所以就從那時候就開始 一直不間斷的能夠跟他們 捐助給他們 但是後來公司的發展之後 我們也開始針對各地區 地區性的一些慈善機構 比如說像弱勢家庭 弱勢的兒童 還有失血的新少年 以及地區的年長者 當然我們也希望 隨著公司的發展 能夠擴展到全台灣 接著是全世界 我們也希望能夠像慈濟一樣 做到哪裡有需要 威力馬就到哪裡 真的是一個很遠大的目標 不過今年由於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要做傳銷的話 有時候有一些聚會 就會受到限制對不對 剛剛總裁您也提到了 就是說可能網路行銷 就是未來要走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好 您對於這個 保健食品市場的一個展望 還有包括這個行銷的方式 是不是最後跟我們做一個總結 在2月份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已經了解到 這個疫情的 對可能對未來的傷害 所以我們有盡早做預防 比如說方向的 營運方向的調整 以及一些聚眾活動的改變 比如說我們把原本大型的聚眾活動 就把切割成很多的小活動 人數減少 但是場子變多 但是以這樣下來 我們的人流並沒有減少 另外我們在公司的內部 也都是做了非常嚴格的防疫的管控 甚至包括做了異地辦公的準備 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夠一直都沒有受到影響 然後以我們對於未來的規劃 是希望能夠做到 比如說IPO 的確 社會共好 現在已經是越來越多企業的經營理念 今天非常謝謝總裁來到我們的節目 也非常謝謝您的加入 如果您需要更精采更詳細的內容的話 歡迎您訂閱TVBS優選頻道 同時也歡迎您加入 T1點的臉書粉絲專頁 我是莊開文 我們下次見囉 更多精采內容請訂閱YouTubeTVBS優選頻道 或是按讚追蹤T1點臉書粉絲專頁 你好 我是莊開文 歡迎收看T1點大人物的世界 台灣現在就面臨兩個極端 一個是少子化 另外一個則是高齡化 國發會在今年8月份 就有一份調查報告指出 5年後的台灣就會進入 所謂的超高齡社會 而在2034年的時候 全台灣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 都超過50歲 值得注意的是高齡化社會 其實有一大問題 那就是多重共病還有多重用藥 根據國電署的統計資料 就發現了65歲以上的長者 超過八成患有一種慢性病 而且有將近七成的長輩 是罹患了兩種慢性病 更有將近一半的老人家 罹患三種慢性病 這也讓不少的長輩 必須要隨身攜帶厚厚一點藥帶 的確 用藥安全問題讓人擔心 面對這樣的隱性風險 世界衛生組織在108年的時候 就公布了新版的 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i-COV 那麼什麼叫做i-COV呢 簡單來說 就是評估長者的身心狀況 協助他們可以預防疾病 做好健康管理 那麼如果真的是需要照顧的話 也可以以社區作為基礎 來得到適當的支援 並且提升照顧的品質 減少家人的負擔 這真的是非常重要喔 隨著樂齡族越來越多 要健康樂活 一定得要超前部署 到底該怎麼做呢 我們將請衛福部的國健署長 來提供給大家完整的資訊 好 首先我們就來看看i-COV 究竟能夠為我們做些什麼 阿公阿嬤跟上流行 手比愛心 靠著紅牆磚拍照留念 拍照的人不是路人 而是旅行社安排的小天使 受到疫情影響國旅大爆發 長者專屬的國內銀髮旅行團 現在正流行 苗栗 去拆草莓 還有去做蛋糕 還有去抹茶 阿公阿嬤回憶笑嗨嗨 因為擔心長者出外安全 旅行社格外注意 隨行導遊選40歲以上 還得具備相關急救證照 或搭配相關醫護人員 有一些登山我們可能就會安排 有急救執照的領隊 那或者就是像我們也有一些 行程比較困難的 我們甚至還會安排醫生 根據公園院預估 銀髮商機上看3.6兆元 強公首領財不只要符合長者需求 還要跟上科技腳步 張者們戴上老花眼鏡 把手機螢幕字體調到最大 編做筆記 這堂手機應用課 要學時下最夯的App點餐 但光是設定方式 就得摸索好久好久 就是從頭開始 我就不會從頭開始上 妳頭髮的時候小妹就在點 點了都人家叫來 我心想說妳這叫好方便 我就心想說要怎麼點 他也沒空我也沒空 就沒有也就沒學到 今天進好 老年人口持續增長 已經對社會經濟帶來改變 2020年8月份 國發會公布人口推估數據 台灣總人口已呈現負成長 短短5年內 2025年就要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 等於每5個台灣人 就有一位超過65歲 而長者健康的威脅 更是不可不知 晚年生活的最大威脅 就是衰弱症 衰弱是屬於老年症候群的一環 然後有衰弱的老人 相較於沒有衰弱的老人 他的生活品質是差的 他入住安養機構 或者是機構式的 長照中心的機會是大的 他住院的機會是大的 他未來跌倒的機會相對是比較大的 那又如何評估家中長輩 健康出現幾去呢 胡伯伯你看著我吃飯的邊 這樣子起立跟坐下 還在我們手放這邊 醫生邊看手機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iCope App 邊詢問長者身體狀況 還要測試是否能15秒內 雙手抱胸連續起立坐下5次 或是用氣音測試聽力狀況 希望藉由簡單問答式的評估 早期發現長者功能衰退 以延緩衰弱與失能 他說我的幼兒的聽力比較差 所以他要去奧病科再做詳細更進一步的檢查 所以你等一下就會去掛號安排 下個禮拜吧 世界衛生組織WHO 公布的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iCope 包含認知功能 行動能力 營養 視力 聽力 憂鬱等六大項目 台灣再增加用藥和生活目標兩項目 民眾在家中也可以下載APP 為長者做評估 了解健康是否亮起紅燈 其實iCope它的精髓跟精神 就是在我們用一個非常快速的篩檢 來幫老年人整體性的一個不露的 找出它重要的一些問題 所以iCope評估的特色就是 不一定要醫師來做評估 也不一定要護理師或專業人員來做評估 即使我們自己是長輩的照護者 比如說兒子女兒 孫子孫女 我們都可以藉由下載網路上的 免費的iCope的量表 其中有中文版來對長者 做一個檢疫的評估 當超高齡社會即將來臨時 我們無法避免老化衝擊 但預防衰弱風險 卻能夠超前部署 享受一個健康無餘又快樂的 引法生活 台灣滿65歲以上的人口 其實在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超過有300萬人 而且現在預估到2025年的時候 整個台灣就要進入超高齡社會 到時候每五個人當中 居然有一位就是65歲以上的樂齡族了 所以我們真的要來一個超前部署 做好準備 而且很多人都說 要準備好自己第三人生 你現在對長者好 也就是對未來的自己好 但是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 衛福部國健署署長 王英偉博士來告訴我們 署長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早上正好在閱讀的時候 看到日本引法川柳 什麼叫引法川柳 他是一種小短詩 然後有一些引法族的朋友 就寫了一些小短詩 其中有一個真的很有意思 我念一下 他說要是沒一點病 去參加老人會的時候 就沒有共同話題了 這有一點自我解嘲 不過這也反映了什麼 就是長者很容易碰到的就是 多重共病跟多重用藥 也因為多重共病 所以才會多重用藥 什麼叫做多重共病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是不是包括了兩種或兩種以上 慢性病就是叫多重共病 國民健康署的一個調查 我們在一個老人家 一個長輩來講 大概如果從65歲以上 有一種慢性病的 差不多百分之90 大概有三種慢性病的 快到百分之50 所以意思就是說 實際上在一個65歲的長輩 他可能本身要吃藥的狀況 已經是非常的多 沒錯 所以多重共病的時候 有時候會多重用藥 這個也會造成老人家的一個 有時候本身的狀況還穩定了 可是因為吃藥吃太多了 反而造成一些困擾 也是一種 我們需要去注意的部分 其實各種疾病當中 好像也會有一些相關聯 我們就找到這樣一個資料 這是花蓮有一位慈濟醫師 他所做的報告當中 他引述的是什麼 就是英國醫學雜誌裡面的 所做的一個報導 他當中就講了 譬如說你有糖尿病 有什麼其他的疼痛類疾病 然後伴隨著其他的關聯性 有這麼多 所以可以說是錯綜複雜 對不對 可不可以請署長進一步 幫我們解釋說 多重共病 它最重要潛藏哪些 特別值得要注意的危機 實際上一個 裡面可以看到 也有說所謂的疼痛 有所謂的憂鬱 也有說慢性病 這個時候實際上 對老人家來講 如果他不舒服 他就不出去了 我記得實際上 有一個他們在說 前一陣子我們是說 在疫情期間 大家都要去排隊去買口罩 我們就希望說老人家 盡量不要讓他們排隊 排那麼久 趕快要買到口罩就好了 結果後來發現老人家說 排隊對他們沒講很重要 因為那個時候是互動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 多重慢性病造成 譬如說其中一種是疼痛 他沒辦法去外面跟人家 出去去互動 我覺得有一個個案是這樣子 他本來過去就是 每天都可以去關懷點 去跟他的好朋友去聊天 去做運動 去走公園 可是慢慢開始 身體開始疼痛 那我們也覺得疼痛還好 老人家本來疼痛很多 就不太注意到 結果後來他根本就沒辦法 越來越沒辦法走出去 心情就開始越來越不準 心情不好 這個時候實際上 影響到很多的情緒 或是身體的一個變化 甚至說本來應該定期去看 拿藥的都沒有再出去了 所以實際上是一個 所謂的惡性循環 當你一個病影響到他的活動 活動影響到他的一個服藥 或是慢性病的控制 到最後實際上是 越來越糟糕的一個狀況 我也在網路上 有看到一篇文章 那個作者他就寫了說 他的父親是下肢水腫 結果我就帶他去就醫 但是醫院分科的時候 通常是以器官 所以他就去看了這個腎臟科 可是腎臟科醫師說沒事 好 沒事的話 他就說那你去看一下心臟科 然後再去看心臟科 心臟科也說心臟沒有問題 後來很久都找不到 實際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直到這個醫院成立了 這個高齡醫學中心 由三科醫師會診之後 才漸漸的改善 我們來請教一下署長 這個高齡醫學中心 現在在台灣的普及性究竟如何 為什麼有它的必要性 實際上應該是以民眾為中心的 整合式的照顧 我以前看過一個病人 他過來就是打開這個藥 每天吃二三十種 因為每一個醫師開的 都覺得對他有幫助 可是加起來 可能對老人家就有一個影響 在英國他們規定 實際上他們所謂的 那個基層醫療做得非常的好 他就是每一年最少有一次 讓民眾把家裡所有的藥帶過來 我覺得實際上我們在看診的時候 我們講的話民眾都會 老人家都會很懷疑 隔壁歐巴桑講的他都聽 所以在家裡很多的藥 不是我們給的 是隔壁歐巴桑說 我這個吃得不錯給你 或是他聽到一些廣播說 這個是可以對身體有什麼幫助 就買了一堆這樣的藥 所以我們很期待有一個中心 或是有一個可以幫老人家 把所有的問題做一個整合來照顧 很多的長者一摔就不得了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也是國健署的一個統計 65歲以上的銀髮 足過去一年 居然每6個人有一個人 曾經跌倒過 而且15%到20 有中重度的身體損傷 5%有一處骨折 甚至1%會出現嚴重的髖關節骨折 髖關節骨折 其實是滿嚴重的一件事情 將近有50%會無法行走 而且20%可能6個月內 這死亡率還滿高的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要怎麼樣 防跌防衰就非常重要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老人家認知到 什麼的危險的狀況 實際上所謂的跌倒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環境的原因 一個是身體的原因 實際上很多時候是共同的 不如說身體的肌肉衰弱 或是吃了藥又暈眩 有時候我們吃 有些老人家睡不著 或吃一些所謂的睡眠的安眠藥 或是精神方面的藥 有時候會造成 這個致死性的一個地血壓 就會跌倒 另外一個是環境 我們就是一個環境 如果那個地方很滑 我記得有一個個案就是 家裡怕老人家跌倒 他弄了很多的地毯 地毯 可是地毯沒有固定好 那個很危險 甚至說他怕老人家 會在樓梯裡面會摔 所以樓梯的地毯把它鋪 反而是沒有固定 所以就危險 另外有時候比較危險是 在浴室 因為比較濕 水在那邊就很會跌倒 所以在浴室裡面 我們都希望他有一個固定的扶手 讓老人家進去浴室的時候 比較安全 可是有一個 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 是我們的起床的時候 很多老人家睡得很好 晚上起來要去上廁所 起床那一剎 他會有一點點跌倒的風險 所以有一些 他是在床的旁邊有一個扶手 那個大家都沒有注意 以前他們都注意到 是浴室裡面有扶手 走道的扶手 可是在床的旁邊那個扶手 實際上是很重要 因為晚上一起來 不小心就會倒下來 這真的是提醒我們 這個也是一種 對 地上的很多的電線 類似大概也是要注意到的 所以在環境的部分 實際上是我們要特別注意 實際上用藥本身是 常常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影響 這個也要小心 是 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說法 是說跳舞可以降低 這個老人家跌倒的風險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瑞士的蘇利斯大學 跟美國哈佛大學所做的 研究報告就說 每週如果你去跳舞一次的話 說是可以降低老人跌倒風險 百分之三七 而如果你一週可以去跳三次舞的話 還可以降低百分之五十三的風險 是否真是如此 不過有一群這個樂齡族 或者是熟齡族 他們跳的居然是街舞 夠厲害吧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隨著節拍舞動身軀 打扮酷炫帥氣的舞者 在街頭尬舞 但是仔細看一看這一支MV 或許你已經發現 這一群舞者有一些特別 相信電視機前的你 一定很想要律動一下身體 對不對 但是不要急 因為更厲害的還在後頭 現在舒涵要帶您看到這一群舞者 平均年齡55歲 但是他們能夠挑戰街舞 我們來一起看看他們的表演吧 現在馬上音樂下 同樣的快節奏音樂 由街舞老師帶領的香香姐 和Molly姐 動作確實又到位 輕鬆到讓人難以想像 他們一位已經是花甲之年的60歲 彈到跳舞眼睛都會發光的香香姐 過去是全職的家庭主婦 現在已經升格當外婆的她 在去年參與了國內媒體的 熟齡舞者選拔 才終於把深藏心中的嗜好 公諸於世 退去了扛了好久的先進形象 讓身體動起來 這個熟齡舞團 不但拍了專業的MV 也顛覆大家對熟齡身體的刻板印象 音樂一轉 阿公阿嬤們連衣服都帥得一下 換成了嘻哈風 音樂更是Fashion都不行 甚至在2017年登上過小巨蛋表演 對啦 就是要這樣充滿活力對不對 好 署長 這個街舞可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不過老人家在運動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一些老人家他會覺得說 反正我年紀大了 難免就是會跌倒 其實並不是這樣對不對 其實跌倒也算是一種警訊 或者是他可不可以把它視為 一種衰弱風險 對 是如果紀錄衰弱的時候 不容易跌倒 不過剛剛跳舞 就以前我們做了滿多這種老人家 就是社區那種舞蹈的一個模式 對 實際上在社區裡面 有很多的媽媽吐風舞 或是什麼圓棘舞 或是那個雨傘舞還是什麼之類 那個時候我們就去 特別去拍他們的照片 的影片 我們就特別請我們的運動指導的專家 當跳這個舞的時候 你蹲低一點點 或手伸遠一點點 或是放久一點 它就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或是肌肉訓練的一個目的 我們最怕是無中勝有 都是從來沒有運動 一下子要跳剛剛那個街舞也好 那個有點激烈 可是其實有滿多在社團裡面 你在公園 有很多的地方 看他們在跳舞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達到那種 運動的效果 所以我們就特別去看他們 我覺得有一次我去 原鄉的部落裡面 是阿美族的部落 他們在跳那個舞 都是腿在跳 對 我們去聽聽看他們說 他在跳那個 抱歉抱歉 這手在動 我說不行 你還是腿 腿還是要跳 因為這樣子對 蝦肢的一個平衡跟運動 還更有幫助 所以實際上跳舞本身 也有很多的 可以去 也可以好好去做得更完整 達到那個平衡跟訓練 所以運動哪個部分 是對於長者是特別要注意的 手部還是腿部的運動 下肢的運動比較重要 下肢會比手部 當然是全部都有 全部都很重要 但下肢更重要 對 OK 好 所以大家要謹記在心 那麼的確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台灣即將要步入 這個超高齡的社會對不對 那麼現代的新科技 是不是可以幫助這些長者 或者是樂齡族 過得更加的健康快樂 有APP可以幫忙 馬上回來就介紹給您 請別走開 一群平均年齡超過50歲的長者 不乏站好 隨著音樂提拉無鈴 硬指站立 一口氣就是30下 一個動作結束 再拖著60公斤的刷袋 奮力往後拉 各個精力不輸年輕人 但這可不是在健身房 而是在新竹公園院的大樓裡 這些長輩每週固定前來運動 其實還有別的目的 在儀器前站立台西 而另一邊的長者 則是左右手分別拉取啞鈴 這些體適能的數據 已經經由AI 分析比對出年齡數據 你的手的功能 本來是在這邊 到這裡 現在已經到這邊 每個月測量一次 再由醫師給予運動處方簽 像58歲的張大姐 年紀大了 擔心有肌少症 持續量測 並且運動半年之後 激勵明顯獲得改善 當這個處方給他之後 我們也會去追蹤 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做這些運動 必須要首要目標 就是延緩他的衰弱 所謂智能化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追蹤他們的變化 用運動訓練 可以減少用藥 可以增加他們的行動力 最後又減少我們的長照 有負擔 好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面對的 這一塊板子呢 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 智能的鏡面 對著他做動作 他就可以測出 你實際的激勵狀況 好 我們第一個動作 站立靜態平衡 過頭深蹲 單腳下蹲 伏地挺身 心狀平衡 好 我們剛剛在限定的時間裡面 對著這個螢幕 做完了這五個動作之後 其實我現在的激勵狀況 就已經顯示在上瞳了 我們請教練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OK 這邊是你剛剛做過的五個動作 藍色就代表你的肌肉比較鬆 可能要增加訓練 紅色的部分 就是肌肉比較緊的部分 這個技術其實是用公園的 這些視覺辨識 加上背後的AI演算法 去比對出說 你現在目前的激勵的狀況怎麼樣 這未來的運用 其實是會提升到 整個高齡化的社會裡面 大家這些高齡者的一些 運動健身的這些提升 2026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 也就是全台每五人當中 就有一人是超過65歲以上的長者 隨著照護壓力吃緊 藉由科技提前預防退化掃衰 甚至在生活當中 即時監測僵視趨勢 同理這樣的熱影像辨識 也能運用在企業局當中 我們現在其實在一些 個人空間包含 比如說老人公寓 或者是它的一些安養 安養機構 它的一些個人的房間 或者是一些 我們有一些 隱私性考量的這些空間 個人居家的話更不用說了 包含在你個人的一些房間 客廳或者是廚房這些 有可能發生安全疑慮的場所 我們都很適合來做一個安裝 另外的場景也許將來 可以看到國外 其實COVID-19爆發的時候 也會需要有很多的病患 做這些照護的這些需求 我覺得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 平台的這些穿戴裝飾 結合這個平台 導入到這些病患的身上 讓這些可能在 他們有這些緊急需求的時候 能夠透過系統去通知 這個護理人員這樣子 持續探索高齡市會需求 這些智慧照護新技術 不僅要在場域中測試 更要接軌業界 實際落地 剛剛你所看到的就是公園院 在新竹所打造的實驗場域 透過這些現代科技的幫忙 的確可以幫大家來預防 退化或早衰 好 今天署長也要幫我們介紹 另外一種針對高齡者 這個所謂的整合照護服務 這是世界衛生組織推的對不對 叫做i-cop 長者健康整合適功能評估 總共好像有六大評估要點 對不對 署長來幫我們一一介紹一下 我們來看看包括有哪些 其實這2019的新版本 很注意的就是要健康的老化 也就是健康的變老 這個非常重要 六大評估項目包括哪些 第一個是認知功能 署長 認知功能怎麼樣來評估 它是幫助我們去問 去訪問說我們的長輩 看他的一個狀況 把他算一個分數 有什麼問題 要怎麼去解決 所以他是一個 從2019年11月才出版 我們看到也覺得說 這個是對長輩來講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今年也全部來去推廣 所以裡面有六個方向 那我們就試試看好了 好 其實就等於有點像是說 你如果依照他這些步驟的話 有點像是醫生就在家裡問診 就對了 你幫醫生來問診這樣的意思嗎 他做簡單到 有些是受訓的職工 深說家裡的年輕人 你可以看看長輩 有沒有有這樣的狀況 再轉到我們的醫療院所 來去進一步去確認 所以實際上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工具 剛剛主持人問到了認知的部分 考考理好了 好 你先記起來 我跟妳講三個東西 一個叫花 一個叫門 一個叫米 花 門 米 好 妳今天在哪裡 妳今天是幾年 幾月幾月 這個我們常常會 一下子被問倒 不過今天是11月21號 OK 很好 我剛剛跟妳講說 那三樣東西是什麼 三樣東西 花 門 米 OK 好 妳沒有問題 妳這個好 好險 所以 妳過去的三個月 有沒有體重減輕3公斤 沒有 我的困擾是一直增加 OK 有沒有覺得食慾不好 不想吃東西 食慾太好了 所以體重一直增加 視力的部分就是看有沒有 看遠方閱讀有沒有困難 重點是有沒有困難 不是妳說我現在看不太 就是老花眼或是白肋障 重點是沒有影響到妳的生活 對 再過來一個比較特別就是 看她的體力 譬如說肌肉的部分 行動能力是嗎 她就說妳14秒可以在椅子上 擠來5次 能不能可以在14秒 14秒5次會不會有點難呢 我們要不要試試看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計時了 好 開始吧 1 2 3 4 5 這樣幾秒呢 5秒 我等於1秒做一次 可是長輩可能就沒那麼快 對不對 我真的爬不起來 所以如果現在來講 我在14秒裡面 沒有辦法起來5次 那表示說我的 所謂的肌肉的力量 就已經不太夠了 特別是下肢的部分 是 再過來我們就開始進入下一步 它裡面我們要進一步的評估 那評估完以後 如果真的是有問題 就開始進入說 那妳現在要加強妳的一個 肌肉的訓練 平衡的訓練 所以它是有一套很完整 但妳發現有問題 再下一步了 怎麼去改善妳的狀況 是 我滿喜歡這個是因為它 我們以前就是 覺得有問題趕快去轉診 可是老人家說我一個人 出不去或是沒有時間 或是沒有人陪他 那現在整套的一個架構裡面 我們在診所 我們在醫療院所 就可以告訴說 妳回去以後怎麼去做 而且像這樣的篩檢 如果有APP的話 其實在家裡頭 比如說每個月或者是定期的 妳就可以幫妳的長輩做一下 對不對 可以比較快的發現的問題 我覺得是我們年輕人 特別是家裡有長輩 要多注意這個部分 而且剛剛也提到說多重工病 長輩有可能就是去醫院的 看了拿了一些藥 可能會是副作用 我自己岳父就是這樣子 他有糖尿病 然後也有心臟病 然後就是開始在家裡動不了 不過奇怪他以前自己一直走 後來我自己回去跟他調整一下 看來是要請他回去 跟原來的醫師講說 這些套都是我現在在吃的 減少完以後 下一次再回去看他 跟我們一起去外面吃東西 所以有時候真的吃藥的關係 對不對 吃太多了 多重工病 結果多重用藥反而不好 所以這種的評估 有時候 反而是可以讓他早期發現他的問題 沒錯 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工具 也是我們可以關心長輩的 跟他互動的一種方式 真的 健康變老是我們的目標 不過落實到生活上 其實吃也是很重要對不對 怎麼吃才會最健康呢 馬上回來有佩服要告訴你 請別走開 其實銀髮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 需要被好好來關注 那就是營養不良 第二個原因就是 代謝的能力 隨著年紀的增長不斷的下降 雖然是一樣多的食物 不過身體能夠代謝跟吸收的養分 卻是越來越少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 國健鼠曾經統計過 台灣65歲以上的長者 大約有12.8%有吞咽困難 在不能夠吃好飯的情況之下 恐怕就會營養不良 長期下來很容易會造成 像是跌倒或是骨折等等的狀況 嚴重的話甚至還需要住院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做才好呢 專家就建議 不妨從日常三餐的內容 還有烹調的方式來著手 控制好熱量 營養要均衡 六大類食物都不能夠偏廢 還有口感要鬆軟 也許您覺得說這些不是老生常談嗎 其實是有些佩服的喔 我們馬上帶你們來看 牛小排在鐵板上滋滋作響 逼出香氣 滿滿一桌豬肉牛肉吃到飽 現代人聚餐常常指名這一味 雞排裹粉下鍋油炸 起鍋後表皮金黃色澤 一口咬下鮮嫩多汁 國民小吃雞排是很多人的最愛 但這些香噴噴的美食 營養又健康嗎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吃 吃得對 吃得夠 吃得巧 所以我們這個三巧一號 就是希望說 讓長者能夠在我的餐盤聰明吃 他營養就會跟著來 國民健康署依照107年 每日飲食指南公布我的餐盤 將每日攝取的六大類食物 轉換成體積 並且以圖像呈現各類別的比例 包括了每日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全頭大 菜比水果多一點 堅果種子一茶匙 豆魚蛋肉一掌心 飯跟蔬菜一樣多 在水果的部分 我會建議就是比較軟的水果 像比如說像木瓜 或者是現在盛產像橘層類的部分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在蔬菜的部分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像那個比較粗梗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盡量要避免 那如果是那個葉子的部分 會比較適合 或者是刮果類 聰明吃營養跟著來 尤其長者的飲食質地 更是得小心注意再仔細 什麼能吃 什麼不能吃 老人家心裡比誰都不明白 雞啊 魚啊 吃清淡一點 覺得血液比較容易流通 這吃比較軟的 挑軟的吃 老人家都不要吃太油 也不吃太辣 烹煮銀髮族餐點 師傅更得花費心思 按照需求少油少糖少鹽 大火烹煮紅燒海參 就是為了讓料理 越燒越入味 越燜越軟嫩 老人家在使用 打成你看起來 沒有那個口感 吃起來也沒有那個食欲 餡菜小魚也是師傅 為銀髮族打造的客製化餐點 葉菜類 柚拉魚搭配蔥薑蒜 方便老人家咀嚼 針對老人家這部分的食物 尤其是像比較像 流質性的一個食品 可以推出類似這樣一個東西 我覺得非常好 將配阿米洗淨後 加水再放入冷藏 浸泡10小時 將地瓜洗淨後去除外皮 切成長寬高小於1.5公分釘狀 在電鍋外鍋加入半杯水 將配阿米 白米 地瓜丁和水 米水筆1比2 一同放入鍋中烹煮 電鍋跳起後悶15分鐘即可食用 畢竟進入老年後 身體機能慢慢改變 老人家掉牙多 吞咽困難 烹煮長者料理是門學問 營養師更親自下廚示範 一湯匙的茶油 其實鍋子不要太熱的時候 就把茶油放下去 用平民特產的茶油 取代橄欖油爆香 教師已經散發濃濃香氣 好入口的雞肉 再倒入鍋內 翻炒到表皮定型 米酒調味 最後小火燜煮10分鐘 就完成美味又溫補的 茶油雞湯 搭配麵線和地瓜葉 就是在地的茶油雞湯麵線 光是用看的就讓人食指大動 更何況均衡又營養 我們就把那個一般人熟知的 麻油麵線 然後我們改成是茶油麵線 我們台灣的茶油 算是可以跟橄欖油媲美 因為他們都是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含量非常高的 營養師露一手台下大林同學們 認真做筆記用手機記錄 近年來長者共餐的關懷據點 準備料理時強調入口方便 減輕咀嚼 適量的勾芡 讓食物滑順入口 最後再看吃當季吃當令 看看顏色多變且新鮮的蔬果 讓老人家食慾大症 避免營養不良 像現在當令當季 在地的食材是最便宜的 那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食材來入菜 就是教我們在地的這些 我們的民眾跟長者 他可以自己回家也可以煮 高齡社會的現在 長者重視健康的同時 怎麼吃得兼顧美味與營養 色香味的料理得順口好咀嚼 接地氣使用在地當令食材 想必讓長輩們開心用餐 免煩惱 好 高齡營養的重點就是要 吃得下 吃得夠 吃得對 吃得喬 好 首先我們來看要吃得下 牙齒就要夠好 不過根據統計 65歲以上長輩缺牙盛行率 居然高達有9成8 其實也難免 用了好幾十年了對不對 一定會有磨耗的 平均顆數大概是13.39顆 我們知道成人平均顆數 應該是32顆 缺了滿多的 好 完全沒有牙齒的盛行率 則是2成5也滿高的 有24顆牙的僅僅只有4成2 而且重點來了 就是如果牙齒不好的話 有可能會影響到咀嚼 還有營養攝取不足的問題 甚至還會影響到語言的功能嗎 對 實際上咀嚼很重要是 一個是語言本身很重要 不過咀嚼主要是吞咽的動作 如果是剛剛提到第一句話 是吃得下 如果你吞咽不好腔到的話 人家就不敢再吃了 這個時候它營養就是不均衡 這個時候有缺乏很多的營養素 這個有問題 實際上根據一個研究說 如果咀嚼多的話 實際上腦部的循環 就是咀嚼功能有效 腦部的循環會比較好 四肢的情況會比較改善 剛剛所提的四個部分 就是吃得下 吃得夠 吃得對 吃得巧 這個巧就很重要 一個人我們 實際上一個基本概念 還是要均衡的營養 沒錯 實際上我們有在推 這個叫我的餐盤 我的餐盤 這個是一般年輕 慶狀年 年輕 大概都可以 實際上它的概念 實際上是包括 所謂的一個 均衡飲食的一個概念 譬如說蛋白質好了 蛋白質實際上 它也有不同的質量的部分 最好應該是豆腐 我們再看到這個豆腐 大概是半個就夠了 如果老玩家一餐子豆腐 如果完全那個來算 所以它是豆 魚 這個是魚 蛋 肉 肉是比較在後面 實際上不管你怎麼樣 加起來 這是一個掌性那麼大 那有人老玩家 或是小朋友的掌性比較小 有些青壯年可能掌性比較大的 所以它的量就比較多 所以我們用這個比例來去 一個適應 就是都用自己的手來比對不對 像我的手比較小 所以你的量就比我少一點 不過對老人家來講 他們比較建議 因為過去它比較缺乏 很多是蛋白質比較不夠 所以應該是相對來講 蛋白質多增加 特別是豆跟魚 實際上是很不錯的一個部分 像豆腐 吞嚥也很好 而且它的營養價值也比較高 但是我們也會有 一個那些所謂的堅果類 也可以吃一點堅果 可是堅果類 有時候吞起來會比較麻煩一點 對不對 所以老人家吃的量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基本上也不用太多了 可是實際上還是一個 俊衡飲食的一個概念 另外一個就是質地的部分 像我們就有跟長庚科技大學 他們做了一本這樣的一個手冊 裡面比如說我覺得有一個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比如說每個老人家 他的剛剛說 咀嚼吞嚥的功能不太一樣 有些老人家可能是需要一些 比較容易去咀嚼的食物 有些老人家可能是完全不能 要是比較軟不用去咀嚼的 對 所以你怎麼去評估 你可以用湯匙或是一個叉子 可以壓得下去 所以提得起來 這種的粘稠度就可以說 老人家可以適用 每一個老人家的吞嚥的能力 不太一樣 我們要根據他本身的能力 來做出他們可以吃的那個部分 記得曾經他們就舉例說 我們醬母鴨好了 冬天快到了 長輩就想說我想吃醬母鴨 可是我知道這醬母鴨是比較 很燥 另外一個是不容易咬 而且不容易咀嚼 咬不動 咬不動 可是經過一些方式 或者說一些鳳梨 或是醬汁的一個醃漬的肉類以後 它實際上就比較可以 像原來的味道一樣 可是老人家可以享受那種感覺 真的很不錯對不對 好 其實健身這件事情 你不要覺得說一定要去健身房 只要兩個水瓶再加上一台電視 居然家裡可以一秒變成健身房 真有可能嗎 馬上回來署長示範給你看 不只把日常生活該注意的食衣住行濃縮在歌詞裡 長輩們動起來 跟不上節拍做錯了也沒關係 作業本討論會動動腦 長輩們的社交活動跟你我想像的很不一樣 現在長輩蠻兩極端的 一種就是極度活躍的 那另外一種可能就覺得 我就都在家 反正我就是看看網路就好了 網路都有 然後普遍男生也不太喜歡走出來 老年學期刊 蒐集300多位65歲以上的長者 為其一週社交活動觀察 發現長輩和周遭人事物 有更多身體活動 就會減少坐堂的時間 也會有較少的負面感受 有助提升認知能力 與身體情緒健康 長輩走出去 動起來 就從住家附近的小公園開始 慢慢往左 來 往右 往左 隨著音樂節奏 運動指導員 帶著70歲以上的長輩們熱身 輕鬆簡單的小動作 對這些長者們完全沒有負擔 哪一隻手要伸出來 右邊左手 左邊右手 很好 你要繼續做喔 好 加油 右邊左手 左邊右手 隨著熱身時間越長 動作也越來越複雜 接下來的課程 長輩們 眼睛放大 越越欲試 手當然是要給他扶好 一樣 剛剛講的肩膀都要放輕鬆 主要用力的地方在哪裡 你們知道嗎 腳 對 很多人會用手在拉 但是這個動作 其實它是要做腳的動作 所以你要把腳往下踢直 公園變成長輩的健身房 隨處可見的運動器具 單人健騎器 雙人上肢牽引器 或慢步機等等 指導員一一指導 用什麼部位處理 以及如何正確使用 國健署建議 每週成人運動150分鐘 可分段累計 長者們適合中度以上的 健走配合肌力訓練等等 找不到適合的運動器材 不妨找手邊常見物品來取代 其實沒有要很多圈 它好像只要練習走個三圈就可以了 兩個寶特瓶裝滿水 相隔50公分放在地上 讓長者們走八字 藉此訓練平衡感 大多都走得四平八穩 小部分才有走不穩的狀況 2 3 4 5 6 7 8 或是坐在公園休閒椅 雙手各拿一個水瓶代替啞鈴 往上抬舉 一次做12下分三個循環 每次間隔一分鐘 我要增加我的手力 平常我手都沒有力氣 剛剛這樣子 很方便 在家裡隨便都有那個 毒藥水這種 拿起來坐在那邊可以動 歐盟建議的運動項目中 以健康程度到衰落 總共有四大類 其中這套用水瓶當運動器材 因為適合長者廣泛受到歡迎 長輩們不想出門 家裡也能是健身房 打開互動電視透過視訊 和主持人一起做運動 主持人還可以確認 長輩是否做對動作 也同時檢視穿著居家環境 是否適合運動 雙向互動的服務平台 結合時下熱門的直播概念 已經是不少長輩們 運動方式的首選 透過科技掌握家中長輩健康 也並非難事 在手機上追蹤血壓 用藥 復健等等 讓老人家健康不煩惱 最重要的還是動動身體好 現在開始動 不嫌晚 身體活動天天做 長輩們 您今天懂得嗎 好 都說活動活動活著就要動 我們今天的場景 大家可以看到是個公園 不要小看公園的這些 健身設施對不對 其實都很有幫助的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好了 這個肩關節康復器轉輪 腿部按摩器滾輪 還有低單槓深蹲等等 署長 這些是不是實際上 可以有它的作用 實際上每一個 都有它的一個功能 譬如說像這個轉輪 對於我們的手的活動 跟肩關節的活動是很有幫助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台灣 有滿多我們的公園 有很多這種運動器材 對 沒有正確在使用 所以後來 最近我們有一個計畫 就請我們成大的一些老師 來去幫我們去評估 還有體育大學的老師來 一起來去怎麼樣去活化 我們公園的一個運動設施 如果在這個時候 他們可以同時來去參與 善用我們所有的場域裡面的 器材也好 或是我們的環境也好 把他身體的狀況 我的公園就是我的健身房 的確 這個觀念要建立起來 因為根據衛福部的一個統計 65歲以上長者 他們的休閒活動 居然有高達80.7% 是在看電視 都喜歡在家裡看電視 變宅公宅罵對不對 不過現在我們知道 衛福部也說 看電視沒關係 我們就幫你建立一個平台 叫做科技互動平台 讓你在家裡頭 也能夠有直播互動的一個方式 來做運動 還是推廣一些觀念對不對 老人家反應如何 非常的高興 我們現在知道 電視 以前常常說老人家看電視 還是電視看它 看一看就睡著了 對 可是現在的科技 讓我們的電視 所謂的機上盒 變成一種所謂的互動式的 只要我們電視上加了一個攝影機 加了攝影機以後 就變成是可以做互動 所以譜如說 今天本來我們都在公園 或是我們在所謂活動中心去運動 今天下雨了 大家出不去 這個時候 我們透過這種互動平台 就是我們一起來去參加這個活動 或是說 最近我們社區有一些活動 我不曉得誰有參加 但電視上可以報名 也看到原來隔壁的王老太太 後天的老陳也去參加 我也去參加 所以電視可以訊息的溝通 同時也變成一個 學習的互動的一個場域 這樣真的很好 那個還不錯 是另外 他小朋友 家裡的家人 可以用手機打到我們的電視 老人家就可以用很簡單的按鍵 就可以看到跟家人的互動 所以是滿多的功能的 剛剛講的如果天氣不好 不能去公園的話 在家裡可以運動 聽說兩個水平就可以做得到 每一個人的訓練不太一樣 譬如說那個比較衰弱的 跟一個健康的老人 實際上他訓練的程度不太一樣 水平就很簡單 如果我是身體比較虛弱的話 那我可能加一點點 三分之一或是一半的水 然後讓我開始訓練上次的部分 所以就是像這樣子去 對 訓練12下以後 再休息一下 再可以連續三次做這種的 可是當我體力訓練幾個禮拜以後 比較好了 我多加一點點水 這個比較重 這個時候我們就繼續訓練 我們的肌肉的能力 或者是我們的體力的部分 這兩個水平也滿 很多其他可以用的方式 譬如說放在地上 一個距離以後 我們繞著它走一個八字型 也是訓練平衡力 所以有很多方式 我們選很多寶特瓶 實際上都可以善用 所以也不用去買很多的 健身器材對不對 這麼簡單的寶特瓶 又環保把它回收來 當作健身器材 而且那個水可以慢慢增加 然後更距離的體力來做調整 所以這是滿有彈性的 是 不過我們一開始就講到 2025年台灣已經要正式 進入超高齡社會了 所以我們真的必須要做好準備 要超前部署 但不論是各種方面面 衛教或者是醫療各方面 都很需要更多的準備 於是有社福團體 他們就建議說 有沒有可能變成高齡事務發展署 您怎麼看這樣的一個建議 然後未來這個有關於 這個銀海社會 我們應該要做足哪些準備 是不是最後請署長 跟我們做個結論 這個應該是 不只是高齡發展署 應該是高齡發展國家 因為實際上 我們的老人人口太多了 一個署搞不好 真的是沒辦法去關係到 那麼多的功能 否則政府可以做更多的連結 我覺得我們現在 已經跟其他單位 做得非常好的互動 把以老人為中心 以長輩為中心 它的需求 我們要好好的評估 根據它的需求裡面 我們設計可以符合它的需要 這個才是我們未來很需要 以長輩為中心的一個設計 好 非常謝謝所長 今天帶給我們這麼多 有用的資訊跟觀念 也謝謝您的加入 我是狀開問我在踢觀點 那麼更多的訊息 請您訂閱TVBS優選頻道 還有TVBS踢觀點的 臉書粉絲專頁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見了 謝謝所長 全球人口老化的問題 其實是日益嚴重了 要怎麼樣用科技的方式 來解決高齡照護的問題呢 荷蘭跟日本有新的做法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全球人口老化的問題 持續加速 在荷蘭每五個人 就有一位是65歲以上的長者 預估到了2020年 就將進入超高齡社會 除了人照顧人之外 未來的社會 將由機器來照顧人 大家好 你今天感覺如何嗎 我今天感覺不太好 你喜歡喝點水嗎 是請 我們拿去我的水 謝謝 amigo 你看到這個機器人叫做amigo 他以後可以用在居家照護上面 像現在 謝謝 像現在呢 他就來照顧我 帶著水來給我喝 這就是我們的未來世界 amigo是恩和芬理工大學的學生 研發出來的照顧機器人 用手機就可以簡單操作 冷冰冰的機器人真的可以替代人嗎 也許五年之內還不可能 但因應老年社會的來臨 以及衍生出來的新型態經濟 荷蘭人甚至創造了新的英文單字 Jerine Technology 老年科技 像是這個提醒你該吃藥的自動給藥機 如果迫不得已要住院 也要讓心情保持愉快 現代科技要讓醫院變得也不那麼醫院 你可以看到這個白色的地方 病床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我只要一躺下來 往上頭一看 整個氛圍完全不一樣 隨著燈光景物變換再配上音樂 心情立刻大好 他們相信人會生病 絕對跟心情有關 這就是給他開心的記憶 他也給了他的父親圖畫 他也給了一些慢慢的 但也給患者更加強烈的 而日本最近也將機器人 導入老人看護領域 用來改善老人失智 以及穩定情緒的用途上 首例就出現在工程縣 這間安養中心 不過他並不是AI全自動 而是需要一位人員在旁輔助 用麥克風連線發聲 再透過平板對機器人發號施令 今天空氣很青 非常漂亮 別看這個小人偶只有上半身 面無表情 一副冷冰冰的樣子 開發者就是刻意設計成這樣 以訓練長者對話溝通的能力 Telenoid的一番特徴是 這個見掛 我和Android比起 性別和年齡都不分辨 非常正常的見掛 將外貌簡化到人類最沒有特徵的限度 連毛髮都沒有 只有基本的眼睛鼻子跟嘴巴 希望長輩們能夠激發想像力 把自己的兒女或孫子的畫面 投射到這位小機器人的身上 隨著機器人的功能 越來越多元 要如何更妥善運用 在這全球高齡化的趨勢下 也備受各界關注 沒錯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台灣在2018年 就要全面進入高齡社會了 怎麼說呢 因為根據統計 65歲以上的人口 就會多達有343.4萬人 佔總人口數已經超過14%了 也因此有些人說 這個已經是涉及到國安問題了 那麼今天李董事長 我們知道您帶來的機器人 就是專門針對銀法族的 照護型的一個機器人對不對 它叫做康素 不過我們知道李董您本身 大家一講到華康科技 第一個想到應該是華康字體 對不對 電腦字體 第二個就是您本身也是 神通電腦的創辦人之一了 但是時日今日 為什麼會一腳化足到 這個機器人的產業 特別是針對銀法族的照護 因為我在日本住了很久 那看到這個銀法族的浪潮 是非常的巨大 事實上我們現在台灣 大概是六個人支持一個銀法族 就是65歲以上 對 那這樣的數目字會降到五個人 四個人 三個人 那麼學者們的估計 甚至於有可能變成兩個人 因為我們老化的速度比日本還厲害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就像您講的國安問題 一定要從科技來幫一點小忙 是 當然這個政府的政策 跟這個醫藥方面的 台灣最有名的改善 都是有貢獻的 但是我們試著從科技做一點點小事 是 不過您今天帶來的機器人 跟剛剛我們看到蒙波波蒙布布 這個外型就差滿多的 但是比較有意思的是 它身上的衣服 好像可以隨著長者的喜好 來任意的變換對不對 當初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我們整個的設計 就是要它能夠很有彈性 有個性化 所以我們可以讓長者 自己挑他喜歡的衣服 那麼也可以是他的親人的衣服 也可以是他自己喜歡的衣服 也可以是卡通的角色 那麼甚至於禮拜一到禮拜五 都穿不一樣的 那這樣子呢 也算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另外一種文創也說不定 對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很可能他可以穿上 他最思念的一個親人的衣服 這對長者來講 心情的撫慰很有一定的功能 是的 那麼聽說好像在過程當中 也曾經有一個 罹患了老年痴呆的患者 他透過了康素 比如說他每天定時可以聽到 他喜歡的歌曲 對於病情也會大有幫助 是不是有這樣的例子 因為很多年紀大的長者 他短期的記憶力不好 但是他過去的記憶力是非常完整 所以他一旦聽到鄧綠金的歌 他就快樂得不得了 很多長者在一起 大概就一定跟著一起唱 所以這些老的回憶 能夠讓他不斷地能夠接觸 就是避免他惡化最好的方法 因為他一旦到了一個新環境 他就會很恐慌 然後不曉得怎麼辦 所以最好的讓他不要惡化的方式 就是用這種他習慣的音樂 影像 照片 衣服 讓他覺得很舒服的過日子 是 不過不管是這些影像照片 或者是任何的衣服 甚至於包括了醫療的方式 照護的方式等等 都必須要依賴一個平台 對不對 所以這個機器人其實最大的特點 不在於他的外觀 而在於他的那個康素平台 是不是董事長繼續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康素平台能夠幫引法族做哪些事情 好的 我們做了一個雲端的一個系統 那這樣一個系統呢 是可以呈現在不同的前端的硬體上面 當然機器人是一種 那麼我們將來也會呈現在電視上 然後也可以呈現在一個小的平板上 也可以呈現在平板 對 可以大一點 小一點都可以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這個就是他個人化的 復健的影片 是 針對個人的 他所需要的復健的影片 對 他不是自己隨便去網路上找 對 這是一個他的治療師 特別為他挑選的 然後長者他只要打開以後 很容易操作對不對 就是一點開 他就每天可以看這個影片 來跟著做運動 沒錯 是 那麼除了這個看影片看電視之外 我們也可以幫他唸報紙 還可以讀報 對 聯發科生物感測西台大賣大部 工商時報 蘇家維台北報導 聯發科攜手台大及台大醫院 跨界合作的醫療電子創新技術研發計畫 出現重大突破 所以長者透過這樣子用聽的對不對 因為很多長者可能眼睛比較不太方便 就是看東西老花 看不太清楚那個報紙的字很小 以後就是用這樣用聽的還是可以掌握實事 沒錯 沒錯 同樣這樣一個系統我們也可以提醒他吃藥 提醒他做他需要做的事情 是 那他跟一般的平板最大的差別是 一般的平板都是要有人自己去操作 對 那我們這個是有後面有人一個團隊幫你操作 幫你準備你該做的體操 或者是跟營養有關的事情 是 那也就是說生活裡面的食衣住行呢 有一個團隊可以來照顧你 等於這個平台的後面有一個很強大的一個後台 是的 在支援你的生活起居大小事 沒錯沒錯 我們現在正在跟很多菲律賓的富士合作 因為在美國來講呢 大部分都是菲律賓在做富士 菲律賓人在做富士 是 所以我們現在跟他們合作呢 就是針對全美呢 也能夠希望提供這樣的不同的硬體上面做服務 是 當然機器人是最吸引眼睛的 是 那麼當然就是 引髮族有時候身體難免突然會覺得不太舒服 像這種狀況的時候 也不用立刻跑醫院 據說好像還可以用連線的方式對不對 有實際的醫師或者是物理治療師 可以提供一些建議跟服務 可以解決臨時緊急的一個狀況 我們是不是先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好的 我們現在跟台大畢業的物理治療師 有很多合作 我們可以看一下示範 好 我們現在就來連線 人在台南的這個全性物理治療所的 衛東性物理治療師 魏醫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魏醫師 最近我有一個身體上的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是這個上班族對不對 常常肩頸酸痛 而且我還覺得我的右手腸會麻 我還一度懷疑說我是不是淚中風 真的好恐怖 像這樣有沒有一些運動可以做 我們一般上班族常見的肩頸酸痛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 我們要常見的情形 包括可能有反溯到症候群 或有一些是頸部的問題 那在做運動的時候 然後你在上班的時候突然往直下 也會嚇到大家 我們最簡單的做法 肩膀往上伸起來 取到最高 用力甩下去 用力甩下來 對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放鬆的方式 這個坐在那邊坐都可以坐 然後有一個讓有人 要從我們的眼睛 輕輕地按著脖子往後收 要擠雙下巴的動作 對 平平的喔 不要平平的不要用上去 不要養的 平平的 對 不可以養 平平的往後 這都是對頸部相當好的運動 但是那裡主持人做得很好 非常謝謝 你看 所以不理智老師從 在台南 他就可以看到我的動作 是不是正確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對於長者會很有幫助 比如說你的動作 做錯了其實是沒有效果 而且很可能會有反效果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樣的視訊 醫師就可以直接看到這個 患者的動作是否正確 真的非常謝謝您 謝謝醫師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李董 是 拜拜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李董 就是透過機器人 就可以直接跟這些專醫師 來做一些諮詢 據說在美國的華人圈 這個部分更是大受歡迎 我們知道今年四月份的時候 您就帶著康素 跑了一趟美國 去參加一個會叫做 長者資源講座對不對 對 好 可以提供怎麼樣的一個幫助 剛才大家已經看到這樣的一個示範 因為美國的地方比台灣更廣 對 很多人住的地方很遙遠 是 所以要去看個醫生很不容易 對 比台灣更不容易 對 而且台灣又便宜又好 像這樣的一個機器人 在美國就很受歡迎 因為他不但是物理治療師 他心理師 心理諮詢 然後他還可以 我們可以做到就是萬一有中風的現象 機器人可以去找你 他還可以有音樂治療 有這個營養的這個諮詢 也就是說跟健康跟恢復這個手術之後的 出院準備的這些過程無縫接軌 那麼因為這個機器人 他可以連到很多的人 這個是我們的特色 不過剛剛李董提到了一點 就是說隨時必須要來監控一下 長者他在臥床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出現任何的意外的狀況 所以任何的機器人必須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包括了這個幼兒型的也是一樣 要跟隨 要監控 但是我們想請教的就是 康素機器人是不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因為小朋友可能比較沒有什麼隱私的問題 因為小朋友反正誰監控我 他可能還沒有一個自覺 可是老人家可能就很介意了 他有時候臥床的時候 還是很重視形象的 那麼在這個監控的部分 康素好像也做了一些 技巧上的突破 對嗎 是的 我今天帶來一個熱感應器 所以是靠著熱感應器來的 對 這樣的一個熱感應器 我們是可以讓它貼在天花板上面 貼在天花板上面 它可以監控 比如說5乘5公尺的一個範圍 所以當你這個住民 不只是老人 在你同意接受這樣的服務的情況之下 他後面監督的這個人 他看到的是一個光點 他看不到你的全身 對 對 對 所以有時候醫生不診什麼的 比較沒有關係 比如說你走路慢了 聽說你走路慢了10% 大概明年大概三成左右 身體會出問題 所以這樣的一個照顧的方式 就是說有緊急型的 有慢性的 監控的 有各種各樣的發展 都是可以期待的 是 不過整個機器人產業 我們不可諱言 就是說跟其他國家相比 恐怕台灣還有很大努力的 進步空間要走 不管是環境 還有剛剛陳總提到的人才的部分 甚至包括了相關法令 是不是都還有集體直追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讓您覺得比較憂心的 我想要憂心的事情很多 不過我們看一下光明的 像我們這個機器人上面 會有一個遠程的監控的能力 不要靠近 不要接觸到皮膚 它可以偵測體溫 脈搏 當然我們試著再跟這個手環弄在一起 能夠偵測這個血壓 所以我們覺得全世界的人 都需要這樣的照顧 是 光是美國這個銀法族 這個戰後嬰兒潮 大概就有七八千萬人 歐洲也是很多人 所以我想我們台灣應該發揮 團隊合作 然後快速地進入市場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你現在拿出一張信號卡 對 你到底可以買到什麼樣的東西 對 尤其陪伴型機器人 說不定在地化還是滿重要的 對不對 對 才能夠切實地符合需求 但是台灣到底要怎麼樣 向全世界證明我們的AI 據這個機器人的實力 我們馬上回來繼續聊 你好 我是張開文 歡迎收看T1點大人物的世界 之前T1點曾經提到過 2025年台灣將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 65歲以上的人口將會超過20% 也就是說每五個人當中就有一位 超過65歲 這吸引了不少的業者搶進樂林宅市場 而且形態已經更加多元化了 從第一代蓋在國有地 公辦民營的老人公寓 到第二代的養生園區 現在則是已經進入了第三代 那也就是標榜社區共榮全齡的健康共生宅 有的還能夠提供高檔客製化的照顧服務 高齡市場儼然已經成為了重要的趨勢 但是面對百花齊放的樂林宅 到底應該怎麼挑怎麼選 有哪些的魔鬼細節需要特別注意呢 稍後我們就請專家來解析 先把鏡頭轉到國外去 近年來失智老人問題越來越嚴重 估計到2030年全世界的老年失智症患者 將會達到7600萬人 因此在歐美國家都出現了很特殊的 失智症養生村 更有意思的是 有的甚至還發揮了電影製片的精神 搭出老人家熟悉的1950年代的場景 像是各式樣商店 理髮店 還有包括公共場所都是隱隱俱全的 採用的是回憶療法 讓老人家可以如常生活交朋友 還不怕沒人照顧 這種場景倒是有點像經典電影 楚門的世界喔 我們一起來看 法國西南部達克斯這個社區 十多棟共同居住的房屋 總共只有105位居民 結上人總是不太多 82歲的愛麗莎德 確診得了阿茲海默症後 曾經搬離舊居 住過自己兩個孩子家 但生活環境變動讓她忘了更多事 因搬家而焦慮緊張 又從照顧人的祖母變成病人 心情真夠差 決定花一年約82萬台幣的年費 可以住進這個失智養老村 阿麗莎德病情好轉了 我認為她很開心 她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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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她很開心 我們很開心 我們吃得很好 就像我們在家裡 難道是快樂比藥還有療效嗎 像沒生病前一樣 是許多失智症患者的渴望 生活大小是自己選擇 行動慢 上街不怕危險 不怕迷路走失 更好的是 這裡的生活也許還像年輕時一樣 容易交朋友 要找人一起唱歌聊天晚排 不怕沒有 法國政府每年補貼 670萬歐元營運成本 就是想知道 這樣的特殊生活方式 是否能當作一種治療方法 失智養老村其實是荷蘭首創 20年前傳統西方養老院 暮氣沉沉 更像醫院 養老院護士艾美洛根 得知自己父親 因心臟疾病促逝時 竟閃過這種念頭 自己都嫌棄自己工作的地方 艾美洛根於是想創辦一個 不會讓人想逃的養老院 荷蘭政府認為可以嘗試 補助2500萬美元 興建一個宛如楚門世界般的 失智症養生社區 各種商店機構生活場所都不缺 由醫護人員扮演 所有居民以外的角色 月費10萬台幣雖然昂貴 但居民們住進來後 普遍反映心情好多了 運動量變多 是傳統養老院加醫院都達不到的效果 儘管無法反轉失智症病程 但能讓長輩晚年生活品質 和自我感覺變好 許多晚輩也願意付費 但更多付不起昂貴費用的人 怎麼辦 建造一個環境和空間 很重要的環境 我認為有些人需要知道 有選擇 而且有免費的選擇 美國一家非營利機構 提供長輩日脫薪選擇 發揮好萊塢製片精神 在200多坪的舊工廠內搭警 造出一個很有穿越感的 回憶療法中心 雞皮和雞皮 雞皮和雞皮 他們太甜了 對 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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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開始營運 這個日脫中心氛圍 就像1950年代的美國小鎮 有長輩們年輕時代的漫畫 雜誌 明星海報 流行車款 點唱機播著當年的流行歌曲 彷彿坐上時光機回到年輕時 塔德認為小孩不一定要上寄宿學校 失智長輩也不一定非要常駐養老院 美國有600萬人 家有失智症長輩 30年後估計有1400萬青壮年人 面臨拖老長照壓力 我們必須開始準備我們自己 為一個國家 為這類型的人 需要這個服務 對失智症患者來說 可以不要時時被看成病人 偶爾還能懷救 成為年輕時代的快樂 也算是晚年的安慰 儘管失智症不可逆 但還是可以努力改善生存品質 陳如剛在報導當中 美國加州養老村的專家所提到的 我們必須要開始準備 因為我們的國家 未來需要越來越多 像這樣子的服務 台灣當然也是如此 而且台灣是不是也能夠擁有 如此人性化的養老社區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就是結構龐大的世代問題 包括了剛剛提到的人 另外一個則是地球暖化 好 我們的企業 是不是也能夠相對應的 提出解決方案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 台灣房屋集團總裁彭培彭 彭總裁你好 是的 觀眾朋友大家好 彭總裁您在公元2000年的時候 同時也是中華民國不動產經紀人協會 創會理事長 我們也都知道您是不動產的趨勢專家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們注意到了一點 那就是對於環境永續的問題 你也是非常在意的 甚至你們公司的環境永續的方針 就是您親自在掌舵 你自己擔任的是CSO 永續長的角色 我們也知道台灣航空這幾年來 其實有在做一些轉型變化對不對 從房仲業也慢慢慢慢移轉到 關注這個銀髮養生宅 請問你們是關注到了哪些 重要的趨勢變化嗎 那麼現在台灣在未來所面臨的 就剛才開文提到的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環境污染 第二個人口老化 我想面對這兩個關鍵的議題 它的關鍵字都是健康 那麼也因此在我們過去 大概從2010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廣泛的植樹造林 第二個我們就做了健康農場 健康農場對於死安的問題 我們也做了一部分的解決 那麼第三個部分 隨著到了這個 越來越接近人口高齡化的過程當中 那麼我們觀察從1946年到1964年 出生的這個所謂的嬰兒潮 它已經到了這個所謂的中年潮 甚至到了這個退休潮 也因此他們追求的也是健康 所以我們在這個銀髮住宅上面 也開始做出一些奉獻 那這是我們在這個三個步驟 所做的努力 那這跟ESG都有綿密的關係 因為一就是環境 S社會關係 那G就是公私治理 好 彭總才剛剛特別講到的人口老化 的確這個問題 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到 我們要超前部署 但是我們要來注意一下 安養跟養生 其實是不同的概念 這個是衛福部的長照司 他們所做的說明 他們說所謂的安養機構 必須要經過主管機關的許可 包括了床位命金 戶並筆 問題就來了 既然沒有法令規範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的 很多零零總總的服務 應該都是所謂的附加價值 而不是說法令規定一定要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消費者要怎麼選擇 就非常重要了對不對 將來如果我們真的要入住的話 到底租好還是要直接買進比較好 這個是用買還是租 市場上也有在討論這個話題 買跟租當然任何事情 就像我們一般住宅 買跟租要考慮到自己個人的財務規劃 但是傳統上來講 如果說跟父母親講說 我去租個房子給你住 他原來房子是自己的 說我現在租個地方給你去住了 他會有一點抗力 會有點抗力 因為人還是喜歡住在自己的房子裡面 尤其年齡大的長輩 但是這個觀念慢慢轉變了 慢慢轉變是什麼 就是說因為以前我們談到 最早的學說理論是談什麼 談所謂的在地老化 事實上這個養生宅 已經走到第五代了 第五代 為什麼走到第五代 第一代就是最傳統的 那個時候都是農業社會 家庭裡面的子女 在可能你家的四合院 三合院後面 正好做完農事之後回來 就照顧年脈的父母親 那時候沒有高齡化 有高齡者 第二代就是街頭巷尾的 街頭巷尾有一部分 到第三代 就有些大規模的出現了 到第四代走一些 有一些比如說 比較飯店式的感覺了 那第五代就是我們現在 所推動的 把這個飯店式的 跟長照式的結合在一起 大概說買跟住還是看個人的財力 是 那麼如果說真的要做選擇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市區好還郊區好 講到高齡化裡面的新鮮學 第一個首先我談到就是說 市區就是方便 那郊區就是空氣好 大概這兩個原則 現在因為台灣的交通非常方便 比如說我們以前去宜蘭 要走九彎十八館 現在你雪山出來就可以過去了 所以如果想去就一個小時 就可以去到 看到南洋平原 你的心情就會做調整 那麼所以因此是市區還郊區 我覺得第一個交通 市區郊區的交通概念的模糊化 第二個就是說如果能夠找到好的環境 能夠從在地老化變成四地老化 適當的四 讓它有好的空氣 因為養生最重要是空氣 因為到了七十 七十五 八十 不太會有機會去百貨公司逛 或大賣場逛 不太有 這個不可能常常去逛 所以你那個時候已經不是購物需求 也不是上班會議需求 而是你的健康 需要什麼好的空氣的需求 那時候你最大的需求就是好的空氣 所以因此我們覺得就是說 如果能夠在這個 離城不離城 能夠在這個 就是說離市區 能夠控制在 你原來居住的地方 控制在差不多六十分鐘之內 應該都是可以四同為郊區 其實我們也觀察到 就是說這一波疫情 其實也改變了很多人的一些觀念 對不對 就是說你在選擇住宅的時候 可能也會把健康做為第一考量 好 我們就來看看 有一位日本的女醫師 她其實在日本的時候 就是那種老人機構的住診醫師 後來嫁到台灣來 那麼她的先生 也是台灣的一位醫師 他們最近已經在規劃這個退休宅了 我們就來看看 這位日本女醫師 她未雨綢繆所考量的究竟是什麼呢 先看報導 漫步在寶山水庫前的森林裡 山內美奈腳步不自覺慢了下來 來自日本的山內職業是醫師 日本稱在喻介護 也就是社區醫療專家 同時是老人機構的住診醫師 嫁來台灣後超過十年 孩子大了以後 開始思考退休居所 我以前是在日本的山下的地方 打工作過 那邊我是老人家的顧問醫師 我那個時候我知道 我們怎麼照顧老人 還是怎麼老人可以健康地住在那邊 所以我有影響到日本的那個影響 所以我 我是本來是想要回日本 住在這樣很幸福的 舒服的地方 看著書喝著咖啡 山內來到台灣後 一直住在台北 最新華地段 敦化雙圈 繁華又快速 雖然已經習慣快節奏 但退休還是希望可以找到理想居所 相較日本 對於老人退休養生宅 分級細緻 但台灣卻幾乎沒有 因為好像台灣沒有那麼多老人的選擇 我覺得台灣應該沒有這樣的 有湖屋 有空氣好 有好 這樣好的地方 可是我看到 我找到了 這是比我本來想回日本住的地方還好 因為有那個空氣好 有溫泉 有健康的食物 可以游泳 我很喜歡游泳 山內透過醫師朋友知道 在新竹關西有針對銀髮族的健康宅 號稱山林中的最後一片淨土 他跟先生也因為它 決定退休後在台灣定居 採訪小組也特地前往一探究竟 60%植樹綠覆綠 挖到的溫泉讓住戶享用 面對南山山景視野遼闊 還有新鮮活養與負離子分多精 就是希望能夠落實環境健康學 其實我們除了環境 南山跟這些周邊的空氣之外 我們在園區的部分有做了療癒花園 然後還有做寵物公園 我們還有提供了溫泉 溫泉可以養生 可以配泡湯可以讓這個長輩 得到非常好的一個休閒的放鬆 泡完溫泉想喝杯咖啡 活動範圍不用局限在健康園區裡 住戶搭乘接駁車就可以移動到 鄰近的秘境咖啡沙狐狸 以及友善蔬食的聯誼書屋 來到這邊的朋友可以捐一本書 不限主題就可以免費獲得一杯咖啡 好一份點心 然後離開的時候也可以帶走一本書 這就像是一個讓書本去旅行的概念 聯誼書屋共有三棟老屋 最早是日治時代興建的專造瓶房 是寶山鄉古姓家族的古厝 因為子女先後成為大學聯考榜首 被地方人士稱讚是壯圓屋 但現在不只獨扇齊聲 還變身成為公益書屋來奸善天下 以聯誼為名是因為呼應了ESG Plus的精神 那就是希望說我們在水中投入一顆扇的種子 那這個種子就會像水中的聯誼 把一圈一圈的擴散開來 把這個扇傳遞出去 健康園區當初會落點在新竹關西 正因為關西從日治時期就有長壽鄉的美名 走訪東安谷橋水質好風景秀麗 加上居民務農關西沒有工業區 面向南山一望無際綠油油稻田 生活在這裡自然長壽 這長壽之鄉日據時代就有了 因為關西鎮是鳳山溪跟牛南河交會的地方 這裡的空氣好水好環境好 所以老人家在這裡耕作 常常處理勞動 所以身體都很好 我們關西鎮目前65歲以上的長者 大概佔了四分之一 大概有25%的人 大概還慢慢還在成長之中 這人口都還在成長之中 業者也專設氣候專家部門 研究台灣各地的氣候及空氣品質 最後根據大數據發現 關西這裡的確相當適合居住 選對環境才是決定健康的 一個先決的條件 所以當初我們就拍出了 很多台灣的工業區 或者是一些PM2.5 比較超標的一個區域 就選到了新竹關西 很多人盼望自己辛苦大半輩子之後 能擁有熟齡的宜居生活 不再身處水泥叢林中 而能享有更加健康優雅的生活品質 以及環境 這個夢想隨著健康房產時代來臨 越來越能祝夢踏實 好 我們就來看看財訊雜誌 先前做過的這個退休宅的調查 認為退休宅應該具備的公設 應該有哪些呢 第一名就是健身房 桌球等運動設施 表示健康的確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就是各種課程教室 大家都還是希望能夠吸收薪資 活到老學到老 再來就是公共餐廳 戶外園藝等等 可是你看我特別注意到了溫泉區 溫泉區也佔了三成多 好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總裁 其實我們都知道 在歐洲也有很多溫泉寮養聖地 被視為是養老的很好的一些選擇 另外日本人跟台灣人 對溫泉的寫愛更不用我說了 但是其實這個溫泉雖然很可能 可以成為退休宅的一個亮點 沒錯 但開發的過程還是有很多的困難 對不對 還有很多的限制 是不是總裁跟我們分享一下 台灣的溫泉大概分為四大類 比如說硫磺泉 或者說是碳酸忍泉 或者說是泥漿泉 最好的溫泉應該就是碳酸氫納 我們俗稱的美人湯 無色無味無臭 大概的溫度在42度左右 你想想看我們冬天早上起來 我們洗洗手如果這個水溫是 三四十度是非常舒服的 我們去一個好的五星級飯店 我們打開水龍頭的水一定是溫的 會讓你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你從這飯店離開 因為開發溫泉第一個 你基地要夠大 第二個你的環境要適當 所以當初我們開發溫泉 可以看到我們當初非常有遠見 可以這樣講 這是我最早開發溫泉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照片還留下來 這個地還是平的 還是平的 這在非常多年前的一個照片 我在那邊跟施工的單位在那邊聊 從第一公尺開發下去 一公尺開發下去 開發到多少 開發到1520公尺 1520公尺什麼概念 大概是三個101這麼深 那麼在開發到1501公尺的時候 這個小故事 溫泉已經出來了 他們打到了 溫泉出來了 我是滿追求數字完美的 我說1501 那我去登記這溫泉泉狀 1501公尺好像就是永遠注定了 因為那個機器非常大 它是從藍雨調回來的 機器非常大 就像我們在高速公路開車看到 山邊上那個高阿電塔 那個電塔那麼大一樣 高阿電塔那麼往下打 它從藍雨運回台灣之後 就組裝到會櫃車 就貨櫃箱整個運過來 運過來的時候在限定組裝 所以光這個組裝跟工程跟運輸 就是很高的成本 打到15001公尺的時候 我就跟團隊討論說 住在這邊都是有愛的人 愛自己 愛子女 愛未來 我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就打到1520公尺 1520 連這個細節都 這就是細節開門 細節就是細節 所以我常常講 因為這服務 所以我常常跟同仁勉勵說 服務做到極致 就是一種藝術 就是藝術 我說就繼續打 他們也覺得很有趣 那我們就打到了 這個圖面上所示的 1520公尺 水旋狀出來 溫泉旋狀出來 我也很高興 那就成為一個很好的紀錄 所以大家在享受 養生宅的過程當中 泡湯 當然還是希望能夠欣賞到 戶外的美景 是 但是有一個問題 是好山好水 常常好無聊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養生宅 還有一個問題 就怎麼樣吸引 晚輩均衣來探視 這個好像也是目前 這是關鍵 在做規劃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對不對 聽說像是美國 還有日本 很多高端養生宅 也都有這樣子的考量 譬如說像迪士尼是嗎 是不是幫我們舉例說 我們在做這個 健康智慧園區 希望跟國際接軌 它首要的條件就是 把空氣 環境 這第一個 它無可替代的要弄好 第二個就是說 它附近有沒有休閒產業 因為我們相信 這個退休以後 休閒綠色產業 不但成為市場的主流 應該也成為全球的趨勢 所以因此 你一個落點的環境 一個選址的一個地方 選地址的地方 你附近要有足夠的 綠休閒 綠生活綠體驗的環境 像在我們這個選址 我們的地點 就在新竹線的關係 在過去 其實十年前 我沒看到這塊地 我對關係也是陌生的 我都認為 可能我就是在 新北市 台北市找一找 後來找到這邊 因為新竹 新竹線很大 它有13個鄉鎮市 它的光是關西的面積 就有125平方公里 它是新竹的最北邊 旁邊就景龍潭 正好它的海拔 平均的海拔是150米到250米 它又是山 所謂的這個丘陵的山形 所以因此它本身這個地形開紋 它就像一個空虛立群旗 擋住了一些東西 然後每一棵樹 就像是一個濾網 所以我們就期望 未來居住在這邊的人 是越住越健康 附近的休閒產業非常多 包括六福村 我們大家都有印象 六福村有很多的動物 其實人看到動物 不要說看到長頸路 你會畫一個長頸路給牠看 牠就覺得很開心 有沒有 就覺得很開心 畫一張對不對 然後附近的休閒景點非常多 你讓牠早上吃完 早上喝完咖啡 對不對 泡完溫泉對不對 然後能夠附近去做一個旅行 牠多開心 但是服務軟體也是非常重要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是比較偏硬體 還有牠的這個 所在的位置等等 那那個服務品質很重要 但是問題是要怎麼樣能夠確保 能夠永續服務這一點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買一個房子 那如果經營團隊撤出 或者是換了一個經營團隊 對 那這個服務能夠永續嗎 這個部分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 確保自己做的選擇是對的 然後這個服務能夠永續的 完整下去 好 那這分兩部分非常重要 其實是非常重要 那麼 也就是說 開發者 他這一塊基地 他在開發完成之後 他要全案信託 全案信託 全案信託交付信託 交付信託 然後第二個開發者 在開發這整塊基地的時候 他除了做一部分的銷售之外 他自己也要投入他的建築物 換句話講 就是開發者的資金 他都已經擺在這個上面了 就跟你共同來享有了 然後再來 這個附近的比如說 休閒旅遊 我們會跟他結盟 包括我們最妙的是 我們當然會做這個 所謂的這個訪客露營區 訪客露營區 這是 所以我們建立了很多 台灣的第一 比如說台灣養生材 第一個有溫泉的 第一個比如說我們有寵物公園的 第一個我們有露營區的 露營區比如說 子女來這邊 除了到附近的休閒產業去旅遊 去踏青之外去共遊 然後另外也可以跟這個 父母親在這邊做一個帳篷 我們來提供這個環境 然後他在下面喝杯咖啡 烤一個肉 我覺得在前家的凝聚飯很好 也就是讓下一代也覺得好好玩 就生活 經常都能夠來度個假 對 就是剛剛提到的 他願意來 他樂意來 主動來 是 那麼也因為這種經營理念 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這幾年來 很多的企業都在強調 我們的ESG 大家都講得正天尬想的 不過你們比較特別的是 你們不只ESG 你們還強調你們是ESG Plus 我們剛剛在報導當中 就看到了這個地方 這是沙虎莉對不對 這個咖啡屋 現在已經被你們搖身一遍 變成了公益書屋 同時也變成了 你們的ESG Plus的體驗中心 是… 這個聯益書屋 也是我們決心把它拿下來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用途 因為第一個 我很喜歡這邊 就像凱文說很喜歡這邊 第二個 那麼讓我們的住戶 在喝完咖啡泡完溫泉之後 可以來到這樣一個 湖光山色的地方 只有距離我們才20分鐘 這邊我們把它做成一個 公益形態的一個感覺 為什麼 我們這邊的訪客來這邊 我們規劃就是說 他只要帶一本書來 他不用消費 然後他就可以獲得一份咖啡 一份點心 他走的時候還可以帶本書走 走的時候帶本書走 讓書去旅行 是不是少砍一棵樹 所以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跟很多人分享 我就說這個 如果主動作 主動作ESG叫競爭力 如果被動作叫生存力 所以我覺得一個企業 要提升競爭力 找出它核心競爭力 應該是能夠在這個 植樹也樹人的概念 我相信是可以 讓我們的台灣更好 我們的理想是讓大家更好 我們稍後會請這個總裁 直接帶我們去植樹 是 對 我們曾經跟隨您的腳步 去做了報導 不過我們稍後 還要繼續研究一下 你們不只種樹 還要讓大家吃得健康 所以你們也自己弄了一個 開心農場嗎 對 好 我們馬上回來繼續了 請別走開 連根拔起一顆顆有機蔬菜 溫室裡大人帶著孩子親自採菜 體驗當當一日農夫的趣味 青菜營養價值有沒有很高 高 很高喔 今天體驗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喔 你喜歡吃的菜你就自己採 你需要多少你自己裝 然後當然也歡迎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認識蔬果 認識蔬果更是機會教育孩子 環境健康學 現今污染嚴重 如何吃得健康才是重要議題 2015年有企業就在桃園中壢 赤子兩億 用6000坪農地打造友善食安園區 20個溫室採自然修復的方式 輪流耕作不灑農藥 以有機無毒高規格 照四季食令種植蔬果 特別的是這些農作物收成後 全都不外做引力使用 那首先呢 老闆把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跟我們的員工來分享 所以我們是優先可以採收 而且可以嘗到這麼鮮甜 還有新鮮的一個水果 還有蔬菜 那再來呢 其實我們每年也會固定的比例 播送給周邊幾個學校的營養午餐 還有一些社福團體 供給他們來做他們平常的一個 用膳的使用 不僅僅蔬菜水果 園區還飼養1500多隻雞 相較於外頭打抗生素 以及再窄小擁擠雞龍生長的雞汁 這裡的雞順其生長期也採自然放養 不只供給員工及家庭 更會延伸到健康園區的營法族住戶 從產地到餐桌一條龍 讓住戶第一時間享用到 所以用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去延伸 讓我們在關係的這些未來的客戶 都可以吃到最新鮮 而確保他們是最健康的一個蔬菜 湖光三色旁 端上桌的這一道道料理色香味俱全 不論食材烹調方式 甚至菜色搭配 樣樣都是經過主廚設計的熟齡餐 第一道菜的話 是用了我們的那個園區 自己養的黃金一號雞 然後搭配的大蒜 就是可以比較有精力這樣 它的特色其實是 一個生活飲食的方式 比如說分量多不如少 調味濃不如淡 然後用餐的方式 只是極不如緩 針對長者的餐點 高齡營養專家 具常年臨床經驗 提出一般人 不會留意到的細節 大小軟硬 連炒菜順序都有學問 它的這個大小 我們會盡量會挑選 就是我們大概 一個拇指的這個大小 大概七公分左右 七公分的以內的這個大小 然後另外在軟硬的程度 因為你會發現 長輩的這個牙口 有時候不是那麼的好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盡量 會挑比較軟質的食物 要營養均衡 每天每人都要吃到 六大類食品 包含蔬菜水果 全骨雜糧 還有魚肉蛋豆 優質蛋白質的攝取 對熟齡者非常重要 鮭魚的話 盡量就是我用肉類 取代那個精緻澱粉 剛剛的主廚其實 他給我們滿滿的蛋白質 包括我們這個鮭魚 包括我們這個雞肉 很多的長輩 蛋白質都攝取得不夠 所以就雞掃症就會上升了 雞掃症就是我們這個隱形的 這個失能的殺手 從產地到餐桌一條龍 在友善食安園區種出有機食材 根據營養師針對熟齡餐的建議 交由主廚料理出 既貼心又美味的各式美食 讓長者從吃食上面 就能感受到的健康底氣 與滿滿溫情感 企業起心動電做農場 也是一種趨勢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 相當有名的例子 一個是鴻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先生 他當初十三年前 因為莫拉庫風災 他就覺得高雄山林地區 那邊的農民需要幫忙 所以他就創設了 永齡有機農場 投入了九億的資金 那麼現在當然他們已經退場了 但還保有了這個 永齡這個名稱在這裡 另外一個就是長榮集團 他們也有有機農場在三峽 當初張榮發先生創設的 然後他其實是專業農夫種植 但提供給員工餐 我也有長榮集團的朋友 他們說了 真的每週三的時候 他們會低價 拿到一百塊錢一袋的 就是如果員工餐 有剩下的蔬菜 他就會賣給員工 分享給員工 不過你們也有開心農場 對不對 你們開心農場 可能員工更開心 是無價的就可以去享用到 今天總裁也帶來 這個是玉女番茄 就是農場自己種的 你們的模式又是怎麼樣的 很好 剛剛談到這個番茄 你看柯柯飽滿 那番茄種植的時間 大概差不多 這樣以這個玉女番茄大概兩個月 一般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家裡面那種牛番茄的話 大概差不多五到六個月 如果說以我們 所做的這個起行動力面 我相信剛剛提到的 都是一個善的循環 任何企業做的都是善的循環 他能夠做到四個功能 第一個友善土地 第二個友善同仁 我相信他們不管是長農也好 他友善同仁 第三個友善農業 第四個友善弱勢 二方面就是能夠透過 這個摘植蔬果 能夠給同仁 做對這種土地的這種認識 跟教育訓練 生起土地 這是滿重要 另外一個生成的意義 聽說你們雞也自己養 我們的雞都是非常幸福的 它可以在自然的陽光當中 在果樹下面棲息 算是那種放山雞 對 放養 然後剩下的果汁 或者說剩下的蔬菜的菜葉 他都可以去享有 對 所以以後也計畫 要給健康養生宅的祝福 以後的部分 我們會把溫室在擴充 將來可以去滿足 我們健康智慧園區裡面的住客 是可以滿足的 現在有很多的長者 他很可能被迫要獨居了 或是什麼 就會產生幾個吃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吃的菜色越來越單一 第二個問題是說 有的老人家比較節省 對不對 常會說吃不完的 我就再冰起來 搞不好一餐飯 他們也吃不多 然後搞了三天 就重複的熱菜 所以現在面對這樣的問題 其實比較好的方式 還是到健康社區裡面 整個餐廳裡頭 大家共同享用 這是一個解決方案是嗎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希望把繁星的瑣事 變成一個令人期待的社交活動 把吃飯變得令人期待的社交活動 像我們的吃的 我們的參考建議 就很精準的 也就是說算重量 像我們倉意的 像目前外面房間有一些就是說 你付六千塊 給你這個月包吃包住 包吃 我覺得這樣是 一天兩百塊錢的話 對長輩來講 可能兩杯咖啡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是算重量 讓他可以想出各種不同的顏色 比如說你今天腸胃不好 在我健康區 我的倉意就是 你腸胃不好 你腸胃不好 你就吃五十塊的茶碗蒸 你腸胃再不好 吃我兩顆農場的清香菜 芥蘭菜 開開心心的 這一天你就覺得很滿足了 絕對不要弄吃到飽 什麼三九九 二九九 這是我是非常不建議的 我知道總裁你們先前 也曾經到世界很多知名的國家 尤其是比較先進的 做養生村比較先進的國家 像是日本或者是美國加拿大 本地去做考察 好 我們來舉幾個例子好了 這是幾個 國外比較知名的養生園區 美國聖地亞哥這個拉霍亞村 很多人可能都聽過 他們主打是高檔度假型態 的確好像那種度假飯店一樣 而且我覺得我們讀了資料 他們自己強調的是什麼 陽光充足 這一點非常重要 另外日本很多人喜歡去 為什麼 因為覺得日本的服務 還是比較精準 比較到位的 我們舉這個例子 是東京一個士田谷區 這個馬氏公園地區的 一個頂級的養生住宅 他很好玩 他名字我查了一下 叫做Grand Clear 前面Grand的是英文 後面是西班牙文 其實就有一點就是大豐收 或者大滿足這樣的大概的意思 那麼馬氏公園我們都知道 是日本很有名的馬氏推往地區 很多人一聽就會知道說 那附近一定都也是很高檔的對不對 好 像這樣子的 類似的這個養生園區 都是你們取經的焦點嗎 然後是不是聽說 包括了美國跟加拿大 他們也都很推崇這個 日本的服務文化 你們從中間有吸取到哪些經驗 像我到加拿大我觀察什麼 觀察日本人居住在加拿大 他養老的這種環境 就是說一個異鄉人 他願意停留在這個地方 一定有他的原因 就像我們早期30年前 我們台灣人喜歡去美國 不管就業就學也好 那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我就觀察到一些 日本的所謂飲法族 居住在加拿大 這些的養生宅裡面 做的服務是非常到位 那我們也參考到也學習到 比如說我這樣講 像加拿大我們的健康園區 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你不但是要做健康普查 你也要做這個 所謂的餐飲普查 因為飲食剛剛開文提到 非常重要 比如說餐飲普查 他進來 他到我們這邊是 喝冷的 喝熱的 你要做一個普查 他習慣冷的 冷咖啡 熱咖啡 另外他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 如果他是左撇子的話 他進到我的餐廳 二樓餐廳 我的筷子就應該把它放左邊 這比到五星級飯店 做到這麼細微 對 做五星 比這到五星級飯店還要細緻 所以我就談到 這是第五代的養生環境 您剛剛已經再提到了 你們集團非常特別 有植樹計劃 彭總 聽說您不但種樹 甚至您還買地造林 最後還開了林業公司嗎 馬上回來經驗分享 請別走開 根據聯合國研究 全球林地正在大量減少 面臨人為砍伐和退化的威脅 重新造林成為全球當務之急 加拿大一間新創公司 研發以無人機技術 加速造林 從加拿大開始延伸到荷蘭和巴西 目標在二零二八年前 種下十億棵樹 無人機隊出動做好土地調查 從空中撒下特別設計的種子裝置 裡頭包含三粒 預先發芽的種子 菌根和肥料 進入土壤之後繼續生長 和傳統種植法相比 種子裝置用水量少 可以更快更經濟的種植樹木 從目前結果來看 並非所有種子都會長成大樹 前無古人的新科技 還有不少改善空間 但至少提供了森林富裕 一向新利器 當全球都開始搶救樹木大作戰 投入資金人力來做 台灣也有企業開始行動 實在地長域導入專業種植維護 從2015年開始 分別在新北瑞芳 桃園中壢 新竹關西 苗栗大湖四大林場 種下一棵棵的樹 目前已經種植超過一萬五千株 原來保護環境的行動 可以不只是減碳 節省能源的減法 更可以是加法 黃培葉化身成植樹專家 帶著員工種樹 每一產都是親自動手 我們放的時候也要注意它的姿勢 因為它有不同的面向 那所以我現在選擇的呢 是把這個枝葉繁茂的呢 靠到我這邊 我們輕輕地放下去 挖度深度正好 也不會太深也不會太淺 那土呢慢慢就覆蓋下去 遠遠的土覆蓋下去 這棵樹呢就可以活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三棵這樣很整齊 這樣長起來很漂亮 固土兼固的固 固土防沙 然後景觀美化 然後讓這邊的這個水土呢 做更好的保持 十年以後大概就到十五公尺了 不僅僅現在種下的張樹苗 在新竹寶山園區內的許多樹木 都是蓬佩葉親手摘下的 這個樹就是我種的 因為尤其現在這二十年 講PM2.5非常嚴峻 造成很多人的肺不好 或肺腺癌 都造成很多醫療的成本 跟家庭裡面的一些負擔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從前頭 從預防醫學的角度 來植樹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新的觀念 植樹行動能淨化空氣品質 也是最能夠降低熱導效應 根據國家地理雜誌報導 地球升溫 樹木可攔截 最高達90%以上的輻射熱 降溫最高效能 可以達到2.5度C 植樹造林它是一個 ES Plus的概念 是一個加法的概念 因為每種一棵樹 經過50年 就可以提供了 一個四口家庭 50年的氧氣 它的起心動念很單純 就是出自對這一片土地的深刻情感 這棵樹是為了未來 10年以後的環境 我們把這棵樹種下去 雖然我們已經植樹 將近一萬多株 但是每一棵樹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每一棵樹都會照顧不同的人 而且樹長大之後它不求回報 可以讓我們遮雨 可以讓我們擋住日曬 所以我們現在是為10年以後的環境 來種下這棵樹 蓬佩葉啟動植樹計畫後 許下承諾每10年種1萬棵樹 原本預定第二階段的行動要在2025年 但是眼見極端氣候 地球暖化 氣候災變 比預期更快的來襲 蓬佩葉將計畫提前到2020年來做 他深信環境不能等 永續得要去創造 更要身體力行 好 剛剛看到彭總財寧 帶著我們的記者去種樹去了 對 講到種樹這件事情 其實你們早在2010年 就已經啟動了 第一階段的十年種樹行動 對不對 而且現在還發願說 未來十年 每一年都還要再多種1萬棵樹 請問當初是怎麼起心動念 聽說是一個災難的場景 讓你有所觸動 是這樣嗎 是的 在2010年 不知道各位樂聽大眾觀眾朋友 2011年4月25號 在國道3號 往基隆的方向 雙向坡 3.1公里 雙向坡 這個就山崩下來 埋進了很多車子 埋了很多車子進去 但是我看到這個新聞我嚇一跳 埋了大概六七部車子 這個台灣大概小黃 什麼這些都在裡面 還有一些自用轎車 我在想如果那個時候 任何人從那邊經過 就捲進去了 對 我嚇一跳 我覺得這個環境的威力太大了 那就是這個隨土保持的問題 後來開始研究樹 原來樹有很多好處 我們種一棵樹 它綠離景觀 然後隨土保持 對不對 然後這個吸收二氧化碳 然後到最後 可以讓你做木材 我覺得種樹的好處太多了 剛才也跟這個凱文有提到 我們有四大林場 那我們還持續種樹 像比如說 上個月的3月21號 國際生靈日 我們還提供了3000棵的張樹 小香章 張樹 發給所有到我們沙狐狸 聯誼書屋的這些訪客 讓他們這些樹去旅行去種 因為我相信萬物皆可為師 所以我們在整個公司治理上面 就把這個樹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像我 比如說我是公司的CEO也是CSO 那是環境的永續策劃師 我下面很多主管 也是環境永續管理師 他們對於這種環境的觀念 都一直在形成 所以聽說你們不但買地造林 甚至還成立了林業公司 因為你這樣子有專人管理 因為樹其實是要去管理的 要維護的 當它小的幼苗的時候 你要去呵護它 要給它有水分 當然如果種在山上不用 那是另外一個專業 如果說長大的時候 你還有書法解枝 那變成有用的木材 所以對於植樹造林的管理 在我們集團來講 可以說是 大家都是心嚮往直的 而且每一棵樹都有它的生命價值 而且樹是比人類要久的 我們想想看 以現在按照 台灣省都市計畫法的規範 這個城市的綠化面積要高達10% 我跟看完這邊分享 台北市271平方公里 綠化面積不到5% 換句話講 只有13.5平方公里的公園綠化 我們想像一個畫面 如果現在台北市 達到10%的話 再多一個大安森林公園 多很多的仁岸路 多很多的仁岸路 樹整個在擴充 那是不同的畫面 新加坡我舉例 新加坡為什麼叫花園城市 它很簡單 它的面積才728平方公里 728 它的綠化是從平面綠化 到垂直綠化 到摩天大樓 摩天綠化 綠化高達60% 也因此我們怎麼樣去 讓我們的環境更好 我覺得企業就是 面對這個時代的責任的時候 要提出跨時代的解決方案 的確 而且很多人 可能觀眾朋友會覺得樹 就是樹 但是都不知道樹 對整個城市有多麼重要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個研究報告 這是美國威星康斯大學 威斯康星大學 麥迪勳分校所做的研究 他們就研究了就是說 如果有40%的濾覆蓋率的話 就可以抵消整個柏油路 散發出來的高溫 當然40%會有點 覺得高標準對不對 那沒關係 至少20%的話 就已經可以為城市來降溫 而且可以維持居住的健康指標 那麼如果能夠達到30%更好了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 城市綠化政策的領導值 那麼我們來請教一下彭總裁 你們剛剛提到的林場 據說只是你們第一階段的目標 你們下一個階段其實更希望 樹跟人能夠共生 可是聽起來有點抽象 是不是舉實際的例子 跟我們來做進一步的說 好 樹木也可以樹人 樹木也可以樹人 樹木它本身在植樹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就是個教育訓練 從你種下那個樹苗開始 到它成長的過程期 那要有人關心 那關心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學到很多的知識跟經驗 在植下來 那就像凱文提到了 如果這個整個城市 是沒有綠化的話 它就是一片沙漠了 我們的溫度整個上升 我們的電力可能更負荷不了 我們的疾病可能更多 我們的食物糧食短缺 那所造成的這種災難 那是更多的 其實我最近常常跟朋友聊天 我說當你面對 你有壓力的時候 壓力的時候 你去看一棵樹 仔細看一個小時 你的壓力是解除的 你仔細想一個小時 你看每片樹葉的形狀 都不一樣 每棵樹都不一樣 想想自己的價值 那我們在這個植樹 整個過程當中 也獲得企業很多永續的概念 永續 因為一個樹 你不可能種下去之後 明天回收 你企業一定要有這種 治理的能力 你才能有這個餘力 去種那麼多的樹 在幾十公頃上面 沒錯 不過稍待回來 我們又要再回到 這個房地產的趨勢 畢竟您是房地產的趨勢專家 要來告訴我們的是 其實2025年 我們進入超高齡社會之後 剛剛一再都在講 這個所謂的養生宅的概念 但這個所謂的健康宅市場 是不是真的已經成熟了 馬上回來專家解析 歡迎回到T1點大人物的世界 彭仲台我們知道 您在房仲業已經長達有40年的時間 站在第一線 長期觀察下來 對於消費者的需求 當然是很有掌握度的 您剛剛也提到了 其實台灣房地產市場 可能有經過了幾波的變化對不對 然後您觀察到 目前應該是高齡者住宅 還有健康房屋的需求 已經出來了 但這個所謂的健康房產時代的角色 是不是真的已經來臨了 還有哪些挑戰必須要去克服的 是的 我想房地產已經邁向第五波 但是不管哪一波 我們這樣 我常常形容 人的一天當中 那麼就是精彩 像一部短劇 人的一生當中 像一部連續劇 叫俊勇 走入第五波我就來形容 這個第一波的 就是四樓的公寓或五樓的公寓 找去我們父母親買給我們的 那也很精彩 第二波就走入七樓的華夏 第三波就所謂的高級住宅 十二樓 十五樓 第四波大概在2005年 地保出來叫做豪宅 那對豪宅這兩個字還陌生 但是在17年前 假如那時候購買者是50歲的話 他今天67歲了 那您覺得 他大概面臨一個退休的抉擇的時候 他可能小孩子都出去了 對 小孩子那時候如果10歲 像27歲了 已經開始去就業了 那也因此 剩下夫妻兩個人在家 那是不是這個房子 一兩百坪略選空蕩 略選空蕩 那也因此 他們就需要一個 能夠讓他生活更能夠充實 更能夠對他健康維護的 所以第五代宅 就是從豪宅走向第五代健康宅 健康宅的範圍是很廣泛的 很多的建商也很認真 不遺於慮的 開發了這個所謂無毒的油漆也好 綠的建築也好 這都是時代的趨勢 那也都因應了市場需要的發展 提供了這些的產品 當然我還是大力的來呼籲就是說 除了建築物的本身 用了良好的建材之外 保護居住者的健康 因為減少健保的壓力之外 減少下一個時代的壓力 另外非常重要就是說 要好的環境的選擇很重要 當然環境不是一個開發商 所能夠決定的 它是必須要由政府 民間企業 共同來響應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廣泛的指數 我們讓樹木更多 然後綠化的環境更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好的環境當中 去享受第五波時代來臨 同時每一個人享受 健康的永續 就像我剛剛講 人的一生 他就像一部連續劇一樣 他要能夠俊勇 俊勇可取最重要 就是健康來支撐 所以走到第五波的住宅 是的 好 今天非常謝謝總裁 來到節目跟我們做分享 同時也謝謝您加入 提關點大人物的世界 我是莊凱文 下次同一時間再見了 拜拜 歡迎您好 我是莊凱文 歡迎收看T1點 大人物的世界 今天我們要來關心黑色商機 內政部跟金建惠 曾經做過一項推估 2010年平均死亡人口 大約是14.7萬人 一年的喪葬商機 大約有588億台幣 不過到了2020年 您看到了 預計的死亡人口 17.9萬人 喪葬費用就會高達716億元 那麼這項調查也告訴我們 龐大的金額衍生了黑色商機 比如說紙渣就是其中一環 一度被認為是夕陽記憶 不過最近卻有了重生的契機 很多的追思者 他們藉由特定類別的紙渣商品 傳達新意 具有巧思創意的紙渣商品 更經常成為吸睛的焦點 甚至台灣的紙渣文化 在2016年的時候 還前進到法國的羅浮宮 為什麼會如此呢 這主要是因為 有一位法國策展人 叫做沙免託 來到台灣旅遊的時候 無意間看到有民眾 在焚燒製作相當精美的紙渣 他覺得實在太驚訝 也覺得太可惜了 因為他覺得 這是一項被忽視的藝術品 在沙免託的努力之下 這項工藝被完整的搬到 法國的博物館 讓全世界都能看到 而日本的殡葬商機 其實也非常的火紅 而且對於深厚式的安排 更比台灣更加的多元 比如說呢 就有業者 他們把往生者的骨灰 放在一個直徑 大約2.5公尺的大型球體當中 那麼上升到 大約35公里以上的平流層 這個氣球爆裂之後 骨灰就會在大氣層當中被燃燒殆盡 被稱之為是最環保的葬禮 但接受度究竟如何 顯然還有待考驗 面對深厚式 現代人已經是越來越豁達 也經常能夠未雨綢繆 但是究竟得要注意些什麼呢 我們先看報導 綠樹成蔭的環境裡草木欣欣向榮 這裡是位於南投縣民間鄉的 生命紀念園區 聽得到鳥聲聞得到花香 看起來就像是個大花園 有別於一般殡葬葉給人壓迫 或不舒服的感覺 這裡的氣氛寧靜祥和 我們最早期是以塔起家的 那後續還有安峰歷代祖先 後續最後一層就是 私人殯英館的部分 我們有自己的生命會館 不同於一般的塔 所以我們採的是林牧師建築 所以很多客人來的時候 包括當地的居民來來去去好幾年 他不曉得這裡是放骨灰的地方 安置親人的這個地方 我們強調的是 中國人其實對藏還是於入土為安 採林牧師地公式的建築 就是很溫馨 東暖夏涼 地公裡播放著柔和情音樂 仙人們的骨灰正安放在此 仔細看有些位置還貼了紅紙條 怎麼一回事 這個貼紅條的就是入位 入位的話就是人還在世 然後他先預留的 有可能阿公過世了 他會幫阿嬤的位置先預留 有可能阿嬤過世了 會幫阿公的位置先預留 因為現在的人對於這個部分 比較能夠開放 可以去坦然面對 你現在不選 以後孩子們搞不好 這個會是他們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就選擇自己喜歡的位置 喜歡的地方 很多其實現在真的是蠻多的 生命園區成立18年 越來越多鄉親肯定他們的服務 生前就買好契約 卡好位 這裡的塔位還有創新設計 這個就是九宮葛 九宮葛的部分就是說 一個位置它可以放九個人 那現在一直在強調環保障 對啊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說 中國人會比較保守 還是去有形的追思 所以我們會設計這個九宮葛 就是說把它磨成粉末 做迷你罐的模式 一般的話大概內部 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就是一個 一個位置 一個塔位不只一人住 整個家族 在另外一個世界依然團聚 生命園區企業化經營 見不到金碧輝煌 走的是樸實溫馨路線 我們就是希望廣結十方善緣 所以這裡的整個大環境 我們很貼心的準備了 有中午有災堂 素食 然後跟回來祭祀的家屬們 來做一個結園 因為你在山上如果不給一個方便 說真的 吃東西口渴了 是客人來了 回到了家 什麼都沒有 會感覺很奇怪 所以我們很早以前 就一直有這個災堂的設置 當初只要兩桌就客滿了 可是現在可以容納好幾百人 近千人在這裡用餐吃飯 那除了災堂之外 我們還有隨緣居咖啡廳的設置 那就是說 不在正餐時間可以來的時候 跟親人上完箱 我們就可以到咖啡廳 坐一坐聊一聊 不像一般的塔 有時候去拜拜完之後 可能檢查稍稍的 趕快走我們就回家 這裡很多客人會住住留在這邊 他們不會覺得說 快點快點 拜拜來快點 不會 他們說走我們去喝個咖啡 我們去吃個飯 我們去吃個烤番薯 企業文化不只把客戶當家人 辛苦的員工也是家的一份子 免費食宿 彈性上下班 薪水待遇更是超出同業行情 許多人一待就是十幾年 甚至全家大小都搬進園區宿舍 我覺得這裡的感覺 真的就像一個家 這不是廣告台詞 是真的就像一個家 因為一個主管 一個公司的主管 應該很少會像這樣 會照顧到自己的員工 包含照顧自己員工的家人 他的食衣住行 或是育兒 教育 這非常難得 就是在這樣的因素之下 我們就無後顧只有 我們就發揮我們的能力 盡量去發揮 所以公司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一定會成長的 生命紀念園區 用心營造家的感覺 在現代的殯葬行業中 樹立自己的風格 人生總有一天要畫下句點的 但同時也是生命另外一個起點 該如何從容應對呢 今天我們在現場請到的是 黃崇林紀念畫園總經理 邱淑會邱總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邱總要帶來 你豐富的經驗 告訴我們 在處理相關事情的時候 有哪些特別要注意的事項 還有有哪些陷阱 一定要避免 避免這個痛上加痛 不過談到深厚的事 其實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現代人可以說 越來越豁達 也越來越注重環保 比如說今年的三月底 我們的前副總統 李仁促先生 他過世之後 骨灰選擇 是用植存的方式 不立牌 不立背 也沒有任何 繁瑣的繁文儒節 那麼日本走得更快了 甚至現在還出現一種 所謂的陵葬 什麼叫做陵葬 當然就是一切歸於陵 那麼沒有骨灰 甚至於沒有任何的葬禮 也不舉行任何的祭祀活動 那麼像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可以說 它是已經走到比較極端的一個 葬葬處理的方式 國人可以接受嗎 其實我們隨著時代變遷 在人類的生活方式裡面 我們也會隨著時代的演變 來做一個改變 在網路資訊 這麼發達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資訊 是可以很迅速的做傳遞 包括文化資訊的部分 問題是文化這個部分 是很難去複製的 尤其是在我們中國人 傳統的盛中追遠的 這樣一個思維模式之下 其實需要改變的話 是要時間跟契機 中國人還是保守在於 葬的部分是屬於入土為安 對 像說日本的林葬好了 其實相關的資訊 在我們台灣來講 林葬目前 我已經有聽過這樣的一個 那種家屬會問這樣的部分 問題是還沒有很多 這樣的一個執行 但已經有人在詢問 有人在詢問 所以代表觀念也已經有點改變 對 因為像現在 大家都一直強調是環保 所以環保障 像現在的殡障趨勢 就有像植醇 海障 灑障 包括植障等等 但是我們園區還是比較 保守於遊行的東西 希望能夠保有 我們的所謂的聖宗哲願 不要讓這一份 唯一跟親人連結的感情 感覺就不見了 對 是 其實華人傳統還是很重視 親人之間情感的傳遞 所以要選擇林葬 說實話在情感上也要做一些歌手 對 那麼到底能不能夠被接受 其實還有待考驗 對 不過話說回頭 這個日本 他們有林葬這樣的觀念 到有一個部分很值得學習 就是其實他們的長者 都不太避諱這個 談生死的問題 對 怎麼一般來講 比較之上 而且大多數他們很獨立自主 甚至在生前自己就看 規劃好生後事了 那麼這個部分的趨勢 我們先來看一下新聞帶 馬上回來繼續討論 身後事是要留給家人 全權處理 還是自己決定用什麼方式 跟人事告別呢 買床墊要試躺才知道睡起來 合不合意 那麼死後長眠的棺材呢 怎麼睡覺 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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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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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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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日本 體驗死亡博覽會 而市场棺材成为当天最受欢迎的摊位 讲白了就是殡葬博览会的场子 气氛却是十分欢乐 多数参加的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 也有一些像是伊藤夫妇这样四十多岁 甚至更年轻的参与者 这种现象显示的是日本社会以及观念的变迁 伊藤夫妇膝下无子 但现代社会就算有孩子的 后代子孙也不一定会有时间有心思 扫墓祭祖 目前99%的日本人还是采取火葬 骨灰装到骨灰坛之后 再埋葬到墓地或是寄存在寺庙中讽刺 但大都市的墓地空间越来越少 公墓一块地平均就要四万美金 和台币一百二十七万 这也就是许多新形态处理后事的选择 应运而生的原因 人一辈子只会死一次 而这些日本老年人正在自己决定以及规划 要用什么方式跟挚爱的亲朋好友告别 好 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可以看到 99%的日本人其实还是选择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 至少要有一个塔位 不过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其实日本因为比我们更早进入银法社会 根据一个统计说 它将会是全亚洲第一个成为超高龄社会的国家 那么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会有塔位不足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无人送终 因为他们少子化 很多人甚至西夏无子 所以就不要去想说 后代要来扫墓祭拜这件事情了 于是乎日本的长者我们刚刚看到了 真的是观念很先进 还可以躺到棺材里头去试躺一下 选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棺材 然后再选购 先预作安排 像这样的部分 在台湾是不是也渐渐渐渐的 有成为一个趋势 其实台湾的殡葬文化 我在18年前 曾经到南部去参加过一个博览会 它是属于创新的一个兽衣 然后你会觉得说 台湾的殡葬真的有这么大的趋势在改变吗 就看着年轻人穿着很不一样的兽衣 在走台步这样子 其实在近几年 台湾也一直办理过很多的殡葬博览会 而且办得非常的成功 在去年的时候 南头也办过一个商博会 就是生活商品博览会 当时他们也把殡葬的这个部分 带到了博览会现场 生活商品 对 然后很多的人就会说 生活商品 怎么会把殡葬的东西带到展场去 所以话说回头 它真的就是生活商品 对 所以说它也是属于生活商品的一部分 对 大家接受度怎么样当时 其实我们去到现场 有的 其实会去走到那个领域的 大概可能或许是家中真的是 近期会有需要 或者是业者 有一些是带着小朋友去的 所以我们就遇到说那个门 过去 不要过去 不要进去了 所以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避讳在 对 所以小时候长辈也是 比如说中间经过人家 有办丧事的地方 然后家长就会叮咛说 头 别过去 不要看 就是还是会有那种传统的机会 对不对 是 没错的 但现在应该有逐渐的开放的局势 有 因为现在其实 殡葬它已经不再像之前 那么的不可以议题的 因为目前的人都已经能够接受 很多事前的生前规划 其实像日本的所谓的林葬 还有像博览会这些 台湾其实都已经 慢慢往这个趋势在走 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所面临的也是少子化 也是银法的年龄层的 所以是很多类似的一个形态 会出现 至于会不会说真的 像日本未来的林葬 我相信他还是会有一个 被讨论的空间 或许有可能 因为他可以跳脱 就像说我们刚刚说到 他可能就没有子女可以 帮他处理最后的一段后事的部分 或者是像目前殡葬的那种 高殡葬费预算费用的部分 其实都是一种未来的趋势 所以高殡葬费的话 也会导致后人不想要去承担 您是指这个 我觉得是一种压力 想承担问题是真的没有要预算 所以就长者自己先安排好就对了 所以像我们园区里面其实有蛮多 像自己重病的也好 或者说已经年迈了 或是家中有长辈长期卧病在床 或是什么等等这样的 他们就会先来了解这个领域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台湾目前在这个部分还蛮OK的 其实我都觉得 等到卧病在床都会有点晚了 最好是说像刚刚我们在新闻带当中 看到的那些日本的长者 甚至青壮年 他就先去试堂一下 先自己决定好自己喜欢的格式 因为现代人你看你想吃什么 你想要穿什么 你想要去哪里玩 包括你想要拿什么手机 都是自己选择你最喜欢的 所以以后可能都会发展成个性化 生病 对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部分 也是为了很重要自己的 一定会使用到的一个领域 你不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方式 何必要回避 对 没错 我曾经服务过一个案子 我觉得这个爸爸给他的妻儿子女们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 就是他已经算是癌症末期 然后是因为我一个家属 我都称他大姐 然后他就是说 有一个大哥 他可能就是面对近期 会需要到礼仪执行的部分 希望我去跟他做一个关怀 然后跟他做一个说明 然后我去到医院的时候 我真的是蛮少这样的经验 一般我们遇到很多都会是 已经要执行的 然后那个大哥他就在病床上 然后听着我在讲 未来过世之后要办的整个流程 包括他以后要住的家 然后我在大哥的眼神里面 看到了那种安详跟自在 对 我就觉得 放心 对 很大的勇气 因为其实家属们都一直觉得说 爸爸在这个阶段他一定是 肉体是非常痛苦的 可是他们完全看不到 父亲的那种痛苦 所以我觉得这个爸爸很坚强 而且非常棒 就是说给了孩子们 其实他自己这样的选择 反而给子女们一个很简单 很单纯可以去执行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中国时报在4月份的报道 新北市的殡葬管理处 有一个统计资料显示 我在边边念一下 近三年来一个统计数字 生前契约的消费争议 大约就有42件 大多都是什么 未经核准销售 第二个就是 代销未依法备查这两大类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邱总 面对这个选购生前契约的过程当中 要怎么样来避免 我们刚刚提到这两大类的一个争议 要怎么样去睁大眼睛看 因为我们讲了 一般人不会有太多的经验 也不希望有太多的经验 那么这个时候 您传达的经验就很重要了 其实所谓的生前契约 它事实上只是规划 自己或者是家人 未来在过世之后的一个 商账礼儀的一个商品 但是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一个 投资的工具 因为你希望在买了生前契约 可能会有其他衍生的附加价值 所以它就会产生变相契约的出现 对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 销售申请区是一个部门 执行礼儀又是一个部门 你是不是能够真的去了解到 它是串联的 是可以一致的 就是我行销 销售申请区的时候跟执行 它是在整个商品内容跟执行 是可以一致的 这样才不会有一个消费争议 有的时候当初卖我的时候 他不是这么说 他是怎么说 这么说又那么说 可是又后来可能会有追加 这个不包那个不含 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的 所以在契约上头每一个字 都要仔细的审议 对 其实政府在这个部分 他们也是很用心 所以整个申请区的部分 政府有规定 75%是要做信托的 你要去了解 你买的这家申请区 它是不是真的 像我上网去查过这样的资讯 全台湾省目前合法可以行 销售申请区大概不到30家 登记的不到30家 对 你要去知道说 到底你面对的这家公司 它是不是在合法的一个范围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那就是说买这个申请区 就像我刚刚谈到的 你是为了自己 跟为了家人打算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可以获利的一个商品 好 不过我们当然也提到了 在办理生活事的过程当中 很多资讯不对称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常都不太熟悉 那么有的时候就要听业者的 但问题是业者常常量又不起 这个部分又应该要怎么样 仔细来辨别呢 又要怎么样来避免踏入陷阱呢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的 我也 throughout 大家看到这里 beispiel门 上面 对 嘞 这 我觉得 az 晚 我们 laat 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